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经正式 下经第十册 中福 小货 祭祭 贵祭 中福挂队下训上 宣圣讲义 中福上训下队 风行则上 四阳二阴 与幻结之三阴三阳者意 结队在坎下 中福队在训下 幻训在坎中 中福训在队上 是中福挂的幻结者各半 即以幻之上 和结之下也 挂有结便来 幻以风行水上 而生离散之情 结以水在则上 而有结之之用 中福则以风行则上 而得中行之道 是中福者见于幻结之过 而者之以中 中则不过 过于离散则幻 过于至止则结 中福以不幻而有交合之用 不结而有中道之功 此中福聚中庸之德 中和之道 不偏不理 不慢不知 而意之于道 其之于德 而我所失也 故中福与小货往来 中福至于中行 小货师其中道 此相反之行也 反者刚柔异味 始终亦德 刚以福于中柔 则为中福 柔以邪于中刚 则为小货 盖及以内外刚柔别之 中福者 向以而得其正 以明养正 以未得正代孤养也 中福则二五正位 明以得其正义 四阳居于始末 两因含于中间 柔以西纳其刚 刚以未报其柔 两情相福 而同集于中 故约中福 以六瑶结初上 自二至五 成义刚义柔 福亦因义阳之道 此中福之明所由来也 其象既类名 又类名 以阳包音 又其始终也 以以养正为先 离以光明为上 内得其养 外朝其闻 充实而有光辉 安真而俊刚见 愿已在内 逊已迟外 风行而翻于全宜 择佩而适于何乐 此中福上下本德 以兼美善 而有其体用意 挂中不山为余 其道亦相近 以以虚须 以以虚中善寿 挥阔有荣 中福更以中正事实 刚柔共济 教佑圣之 故中福者 置其中和 达于中庸 以用其中于一切 择无不适道 无不成德 此周亦 此周亦以中福殿 权益六十四卦之字 而辟卦以中福始 权遂四十之序也 福者信也 何也 化也 鸟之身处游于卵之孵化 此生化之精 斜于天地 者于人物 莫不幸之物 信也 信也 信以为德 则天下从之 信以为业 则万世新天 又信者生之也 据以为则 招呼天下 不二也 故信于一 信于终 终于不失 人物同性 此及福也 何也 化也 灭以家语 传越节而信之 故受之以中福 以劫止之者 或于其过之 而生一智之害 或以其多度 而有分究之忧 故 故以道生之 以德信之 故以德信之 彼不至于过节 过节之节 节之必也 为终结为节之善 发而终结 及中和 及中福 焉止而能行 智而能达 限量之 而何于度 收纳之而成其力 乃是于忠行 从容忠道 内有其成 思外显其性 终止于善 思表明其德 此何大学之道 中庸之功 而意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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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忠福 道之至也 得之吉也 天地上不为 旷于人乎 以实令言 必藏之东 貂残之日 而意阳来复 生机暗动 此东至之节 日行难返 阳气负欲 勋得乃昭 生意出胚 天心可见 此中福与地雷富相应 而卧选于天地间 交遇于无形 中 以大其道 以红其功 始物无穷 始术无终 穷而复返 终而有始 终流广环 风行则止 运以太君 卧其智力 推之无影 见其刚记者也 扬其耳朵 因偶而挂 挂着主宗 多者运行于上下 终以安征 而有顺臣之心 表以刚见 而挟中正之位 为以得名 始以未贵 莫知见闻 旷熙若见 莫知门孙 戊熙若在 此忠诚而信于外 内柔顺而远着其人爱 横已不过 而推之显在 约已不偏 而张诸欲盖 此今妙之道 天莫真其功 违盲之德 得莫夺其佣 人道之极 而悟情之中 顾挂名忠福 以着其用语 想过语之往来 亦现其心意 细意摇向骨子 族推也其不敬意 宗主复主 忠福未聘化之时 十当下历东智 经讲忠福 恰当东智之前 十与数何 天与人同 此可见讲义 非他谈可比 古人所谓见天心者 愚姿意信 忠福者 大过之反 而忠义则 与小过未往来挂 大过则与已往来 以与小过亦相反 即上下一位者也 山雷位于 雷山位小过 则风位大过 风则则位中福 此四卦交错其道 互反其心 而在六十四卦中 皆为独有卦 或约纯卦 或约直卦 亦可明之为孤卦 以其相属于独有 不与他卦同 亦知独有卦八 乾坤凯离 与此四卦是也 除此八卦外 皆以一卦颠倒成两卦 如吞梦险恒之类 反五十六卦 十指二十八卦 吞道极蒙 险道极恒 愿无一也 为乾坤八卦颠倒不差 故名独有 言不与他卦共其体也 周一上经三十 独有卦者 乾坤坎离一大过六卦 和其余同体而到位两卦者 虽约二十四 十指十二卦 则上经十十八卦 下经亦如之 同体成两者三十二卦 十指十六卦 加以中辅小过二独有卦 一辅十八之数 两经合为三十六卦 此周天之数 为天地人物之刚迹 恰尽权益之辩 而该万有之情 故上下经之卦树原平均 无多寡之差也 独有卦上经多 下经少者 上经临天的自然之相 下经临人物生化之行 亦由先后天也 先天出于独 后天成于狗 独者不合不生 狗者以身以化 此机狗之变 未变化之机也 下经三十二 皆狗合之卦 而中辅小过独有 是后天孤阳不生 孤阴不化之力 为中辅小过 虽独而人未孤 则以原有两卦合成 与一大过相类 此四卦人后天之相 深化之源 与乾坤坎离四者 乃有别云 乾坤者 先天之缘 先天之缘精 坎离者 后天之父母 此生于独 成于孤 不得合偶未相 而于大过 中辅小过 则生于偶合 成为独孤 此孤身计划之后 而有存其原精原直之相 非存乌先天者也 而下经已终服小过 殿于三十卦之后 即明是天地之便 由义而重者 天地之中 亦由重而易 此大还原百分之相 与一大过在中间 其分偶合之相相应 而不已知之权亦末 却留既未既已大中者 明天得知道 中留不已 中则有始 反而认出 福而又起 故已继位继世 其往复无尽之相 而不已终服小过终 正如一岁之令 终于辣 而终服则东至也 以周正见子言 终服未岁之时 以下正见领言 终服未东之中 此终服该气之中时 物之深沉 识之葬发 道之伸缩 而华其今 得其本者 故终服者 终服也 服又信也 信者必和 何者必信 五德信在终 亦居末 此终服未岁气之时 亦阳来复之时也 阳外阴内 阴以御阳 柔中刚表 刚以为柔 故曰终服 福于中夜 终服 屯于吉 力赦大川 力真 宣圣讲义 此终服团此也 终服未全异服于 道体之卦 而为道如是 交明行之相 不独为古事也 凡六十四卦 终有严服者 六十四卦 遥终有称终者 皆观终服 而以二五正卫为中之表率 内外相应为福之鬼伴 正卫得中 则行不偏 内外的应 则得不孤 此中福之称 即由不偏不孤来 盖阴阳者 以福而后生化 上下者 以中而后安和 生化者 万物之源 安和者 众生之本 先有其源 方见其身身不宜 先得其本 方至于安安能迁 此中福为天地之姬 人物之母 而莫非本于 亦因以阳之道 亦和一辟之姬儿 以中福四阳抱于外 两应欲于中 而二五的其中位 三四是于中行 三只于五 二只于四 互为其应 亦刚亦容 亦内二外 相邪亦亦欲 相助亦生 三四者人物之刚 生化之计 由未后天之本 而二五者 天之垂范 得之成形 十为万有所瞻 经三四以柔力于中 二五以刚正于位 绿的之后 绿的之后 带天之高明 人在中央 物与无望 无望之相 亦静中福 亦境中福 以阶外有四阳 中藏两阴也 无望之外 上有大处 亦同聚此相 为二者上下 有多寡之义 终遥有偏净之贤 不若中福之至道也 故中福为人道 大处为地成天道 无望为天垂地道 皆道也 而有偏全之分 无望偏于天 故归于须 大处偏于地 故归于时 实者物之真 故曰处 虚者数之相 故曰望 望则有灾神之余 处则成实用之意 故曰大处时也 无望灾也 灾即非时 时即非灾 皆以偏而失全 过而立中 遂故乃中福之道 何于至善 本乎至得者也 中福屯于吉者 亦以挂象类乎大处 故称屯于 屯于分言之 为家所蓄养之物 观乎人之养生 及财用之所 所自习者 人以物为食养 屯于皆常用品 家中处之 既以公食 亦以毅力 而又观于 祭祥祖先 宴会宾客 肥干之凤已于老 鲜美之品已蓄力 食人生不可少者 故中福皆出 以欲人生之养 欲于相近 以养有舍于士科 则有士肉之子 观仪自求口食 则观口腹之凤 此中福已屯于未育 而见养生之一焉 又屯于何谓仪物者 有何屯将屯之名 于类生于大责者 中福对在下 则中所欲以臀鱼为最美 而上何逊风 臀鱼之风 水足而能食食 亦中福之道 时中之用 所有着也 故取未断此之所向悟 臀鱼之身 观于天时 合乎地利 用及人生 功成物力 此卦之德 而离其为人物之所共性 深化之所同福者也 福于物者 必福于实 利于忍者 必利于德 忠福之实 十中也 忠福之德 忠行也 而度取吞于者 以意见之理 正身为之道 取吞于之物 真不测之相 严静而止远 明细而泪大 此意词之精不可亮眼 以吞于之凡资 足备无人之营养 以物力之负数 足充事业之经伦 此所以 此所以者明游 吞于之肥美 而真及人生之安 父尊荣 为吞于之繁习 而见物力之充盈 丰费 性则招于为物 得可推诸无尽 名则始于日用 功可达于无盈 此中福之功 足以祭时 而终福之用 足以慧名 慧时则天地化欲之源 慧名则圣贤至平之本 人本于风行以利教 则配以不正之意 而卦上下何得 共臣中何者也 天地以为 万物已遇 万物已遇 上何有余人生 上何幽不故立灾 屯于之极 十字山天大处 推其不尽 推其不尽之用 推其不尽之用 而由天雷无望 正其存存之地者也 至成无望 为成能生物 不成无物 大处者物之处 即得之处 即得之处 而必自成之之 所谓为物不二 则生物不测 中福兼无望大处 而得其中何 则其身物之功可知 则其身物之功可知 则贺物不同臣灾 则贺物不同臣灾 即属屯于 则贺行而不立灾 故约立社大川 立真 言立即于远 则贺行则贺行而成存其中也 以风行则上 亦如幻 而有周伐渡水之功 外刚中容兼乾坤之德 故约立真 盖言性情之正也 人道法昏 三四两窑昏也 而人诗之 以为立真 是本乌性情 推其顺臣 以臣归于天 人物之始末也 故忠福无不利 而以真诚之 所行无不宜 而以立社称 本夫昏干之道 弃乎风则之行 如屯于之之身 其力不可限量 断约 忠福柔在内 而刚得忠 说而逊 福 乃化邦也 屯于吉 性吉屯于也 立社称 立社大川 晨悟周虚也 忠福以立真 乃印乎天也 宣圣奖励 福以立真称者 由于柔之善顺臣 柔以成刚 水乃福周 水乃福周 则乃济目 福祭之力 必始于后载之德 柔顺之行 必服于刚剑之道 是以立真和乾坤之用 弘生辰之功 故约应天 以挂严 柔在人阳 上下皆刚 而下者 并应其上 以阳主身 志在远也 天以纯阳 而后高明 周以清举 而后立社 此刚阳之用 天之道也 更有卦用言 对则以成迅务 则水以行风般 天之所生 得之所成 如风与水 皆本天所生者 何以为行 仁应孤天 故逆风不良于行 逆流不顺其事 为其不应孤天也 而仁亦如之 以法呼得为其事 以应呼天为其成 故安真以禀昆 刚健以成前 昆肝即和 力真心智 所谓性情也 性以宝其真 情以智其力 则有顾辅于肝之症 而九二则属于前之中 以肝挂言如事也 则两刚得中 一阳居正 乃忠福之相 明其为阳德之父 与东至应未并雷腹也 腹以一阳起于的下 士气之出身 忠福以二一间于上下 士道之中正 则天道很久 而力道随时也 很久见于中位 随时昭于始终 忠福以阳始 以阳中 与父之刚始柔中者不同 此长辨之别 先后天之分也 然中福向何两容 挂成二女 亦有其变何之意 而成其生化之功 故曰中福 以四阳与中阴福也 上下虽若不邪 中外却能相信 如男子有事 而不远其行 女子有家 而恒义其智 此上下及夫妻也 须以服辱而救下 对以剑出而亲上 长与御夫 以倾斜其内 少女如妇 以德相其外 此柔刚两德 阳因共福之相也 故曰说而训福 乃化邦也 内说外训 上训以旧下 下说以尊上 则而成风 今以御目 相成相至 相避相求 此五行之情 不相害 反相成 说于内则和 逊于外则乐 何乐无见 家道以心 此家人化以男正位屋外 女正位屋内 未痛正也 中福一如之 盖中福九二 虽逆于家人之六二 而家人之中女 有类似中福之少女 以离对间因挂 而离因在中 对因在上 中上之义 即离远之书 故对境而离远 敬者亦清 愿者亦震 此中福以对之上 何训之初 两柔并行 主持忠道 言其虽未荣 言其虽未荣 而皆主遥也 主其味 以从于正 则上下意痛正义 正义令于众 则无不化 顾约乃画邦 言如诗二男之画南国 十字男女之正事 夫妇者 人伦之本 男女正则家旗 家旗则国志 国志则天下平 此画光有其功德 而以内外之福 须对之和 共臣其德 乃大其画 故约福 和也 化也 信也 吞于己者 以忠福之德 信即吞于 物也游信 而旷于人乎 此中服无不服也 立设大穿者 以迅目尖锋 而家余则 正如幻之相 成物终以行 而周虚者 虚与载物 周知终虚 乃能多载 若忠实者 将何载灾 而以挂摇中虚 上下皆实 是表有而中空 以其称力设议 思聚盖福周传之相 以目能福 而必须其中 而必须其中 方便于载众致远 若土有物 所成者有限 不足尽力设之功 此圣人应挂象 以制品物 利明而复身也 终福以利真称者 由于柔之善 顺承 柔以成刚 水乃福周 择乃济目 福祭之力 必始于后采之德 柔顺之行 必服于刚剑之道 是以利真和乾坤之用 弘生辰之功 故约应天 以挂颜 柔在人阳 上下皆刚 而下者必应其上 以阳主身 智在远也 天以纯阳而后高明 周以轻举而后立设 此刚扬之用 天之道也 更有卦用言 对则以成迅语 则睡以行风帆 天之所生 得之所成 如风与水 皆本天所生者 何以为行 人应呼天 故逆风不凉于行 逆流不顺其事 为其不应呼天也 而人亦如知 以法呼的为其始 以应呼天为其成 故安真以禀昆 高见已成前 宽甘计核 力真思智 所谓性情也 性已保其真 情已智其力 则有新好本半叶与第九叶同位有首 可智可心 中福之道 不偏不过 一知已中 此行止先宜 守卫并顺 守卫并顺其身 而先尽其人历 而先尽其人历 忠则福于天功者也 人士者 柔以为始 刚已成中 因已寒于中 阳已未如表 则天地不二其得 而父载不现其行 故似得以利真称 言有其成 乃生其物也 成何于真 物者其力 此内外之用无不悲 而刚柔之情无不服也 为终能服 为福乃忠 失忠者不服 为福者卑忠 此忠庸忠何谓大本与达德 不可离也 大本者 真知者 达德者 立之招 故立真一级中福一名 终存其真 福至其力 立即诸物 真百诸功 一也二也 二而一也 此中福大用 为天下所共尊律 万行所同敌律 万行所同敌循 无往不移 无谓不忠 道之至也 得之至也 而取向于风行于则 木设于水 二者必服 而后大齐功 天之本行 得之之用 人以施之 物以择焉 此中福之孝 化吉万邦 莫与真其大 中福之善 信乃屯于 莫与与其为 何哉 终须以后载 表示以方称 此发愚的 而应乌天也 故曰中福 故称力真 向曰 则上有风 中福 居子以抑郁还死 宣圣讲义 此中福全卦相词 名人道也 中福对与训合 臣则上有风之相 不称风行则上 如幻卦道者 以对之主摇在上 恰与训主摇相间 和臣中容 是虽训风在上 而其至旧下 对之至臣前 挂以下未往 故先是而后风行 明用重在下也 则上之风 与水上同 而则者水之巨 推卫恩则配极之相 负力以成用 此中福与幻亦也 正令之师 明德普及 有其先后重轻之序 中福以中和谓本 必先其所移 先重其所必重 此人道体天立即 此人道体天立即 应时至宜 不可乌业 人之深业 先求其所移生 而众其安和之序 调达之情 故君子于此有劝善 归过 除暴安良之心 将以全民之身 宝明之躯 宝明之躯 使皆乐其夜 何其情 是其俗 以无害如苦 此证不费行 送必有欲 为求民情之平 而至久安长至也 故于中福之相 而以武遥 再终乃柔 故曰中福 初上非忠 故不服 不服不信 故谣辞如此 相曰 初九余吉 智慧便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也 延其占吉 以智不变 虽多存夺 而无二心 此阳刚本得 故吉 耐出于四义 奈出于四义 荣以兼之 碎身一心 而又他 是以不安 宴于其味 择至亦变 而非出之己 燃出于四义 然出酒 干乾乾隆勿用之时 虽又他思 而远至不变 故人占吉 世吉 又不变来 如变而失本至 吉失其吉 此谣辞言外之止 或约出酒 刚以主荣 下以西上 中南安其味 故姚称多余而有他 不得安厌 事所必至 故意辞之坚毅 困审于中道 断不及至之死 事宽宏相继 刚容德中 事如挂用也 抑郁则可见其人不费法 坏死则可见其无滥用心 则名为其微 而又怀其贵 守其法 而亦改其恩 恶者有所成 善者有所劝 有者有所见 良者有所保 此忠福之道 忠和之功也 且忠福挂两柔居忠 两刚得正 忠则无过 正则无私 无过则得其贫 无私则归诸公 无私则归诸公 公平之行 民无不幸 此草岁以小大之律力隐情 为上司立民之中 可使一战也 民心之德 必自欣赏 民情之福 由在刑罚 故听诵者欲 为格志之所重 民之为恶犯罪 故已诸 而得其情 则以哀经 而非可喜 以生活易于血淫 饥寒破位盗贼 生之不保 法无以拒之 拒之不安 心无以怀之 经故一也 而终福则求其至终 纳于至何 其余至性 上下统福 以应孤天 天德好生 故书约罪亦为轻 公仪为重 与其杀不孤 命师不经 此体上天之德 而众人物之身 不敢滥行以悦名 亲诸以义命也 死之故有子 而既死不可复生 行之故本法 而用行不如用教 忠福以训在外 人欲有以教书名 以化代罚之指 以忠福之时 冬至之日 一阳来复 天道众生 由已养成天时 暂缓直觉 此人到法天 而为正义得者也 故书 故书雖义 故书雖义 而求故诸 律雖严 而死可患 此当推诸月令 正知上市 以尽经文为义者也 初九 于吉 有他 不厌 宣圣 宣圣讲义 此中服出九 遥子也 初九在下 以对之志在成前 主遥在六三 刚以随容 初九外语六四应 容以邪刚 其情多余 余者度也 余也 六寸也 以度量之后 则胜余其行 故占疾 而心中多寸 情或有他 则不克制其中 而一分其智 故约有他 言有别求也 或别度其所为 而立不定 或他途其所欲 而情不安 则出九亿远于中寥 乃有之 故约不厌 厌安也 故通厌 安乐和悦之位 厌居即安居 安贤益欲 无忧无患之时 则已出九多余 乃称不厌之下 此六自相随而至 以善存夺而占及 以多佑已而身心 遂顾不得安贤 遍顾得安贤自在 但至世也 至未遍岸 至生是 其善实之意也 厌其占及 以至不辩 与志不辩 虽多存夺 而无二心 此阳刚本得 故级 耐出与四印 荣以兼之 遂生一兴 而又他 是以不安厌于其位 则至亦变 而非出之己 然出酒干乾隆勿用之时 虽又他思 而远至不变 故人占及 是即有不变来 如变而失本质 即失其极 此遥辞言外之止 或曰出酒 刚以主荣 下以西上 中南安其位 故遥称多余而有他 不得安厌 是所必至 故意词之坚毅 果胜于中道 断心耗此饭夜 与十三同无他求 何不安哉 此事闻已至未变 名吉之由来 重在克制于中和 而无彷徨于其道尔 九二 九二 乌鹤在一 其子何之 我又好觉 无语而明之 宣圣讲义 此中辅九二摇此也 九二内卦之中 而容家刚上 与九五痛得中卫 中介三四两容 刚以绿容 待遇令笑 故有赫明子何之相 何者何也 信也 何超群高举 而非俗情 其名有信 母子相合 信之至也 福之至也 再因者亦有相福之意 以为荣而遥刚 正如鹤味羊鸟 高飞于天 而至名于因处 得其器所 世皆相福 正义九二 五六四同宫意味 相得相邪 如鸣之有何 母之有福 道不孤儿 请有助也 以名鹤之得何 见福化之己 于情鸟 一团瓷化即存余之意 情鸟飞鸣 自得其乐 母处俱处 同乐其身 人类欲然 尚有其恩 下怀其德 尘中其事 君家其勋 上下相福 公庸有赏 所谓欣赏者也 故约我有好觉 无语而明知 好觉者 高位圣名 后路荣治 以上有功 以包有庸者也 尚以示名其大功 下怀之改其至德 不逊于私 不阿其讨 此君臣明良 朝夜安定之相 故约迷迷者莫不及也 言如风之披靡种草 又古通明 为之也 如诗云直之为之 言上以好觉系 其下之心 下与忠诚报其上之德 恩德不失 正智乃成 智智无耳 智功无私 择国之爭 择国之爵位 君所秉横 如天之雨露 得之深沉 不见其功 而诺与真 不见其德 而诺与大 其相福相性 亦如月明儿 亦如月明儿 得子之河也 称觉者 觉亦情也 故这亦情寿 十位之高下 从于张智之尊卑 揭取其类相从 得相及 而不乱也 忠福之幼 即在此 物由相福 而旷人乎 相约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姚慈之义也 以九二刚柔相得 情信已和 有如月明儿子 何之 天性之乐 至成至性 物情之真 无为无事 发于忠心所愿者也 与其他唱和不同 唱而何之者 必同其心 所谓同身相应 同气相求 生气者于外 应求起于中 如落中应乎同山 铁真兮于此时 此无生之物也 而再有生者 则如子之于目 除之于鸟 性情所改 诚意思通 此九二之和 乃忠心之愿 非有所使也 有故味之也 再太华六四 一约不成以福 忠心愿也 与此相应 皆福之至也 不成而福 即出于自然 成于自信 不加命令 不加作为 故约不解 不必借欲之意 不生于心而自服 不应于事而相信 此中心之愿 不假人力 不及外事者也 故欲以悦名而子和之 推之尚未有命 无不信从 尚以事业令其下 成以终情报其君 而以下之勋劳 得尚之贸赏 国之爵位 加成之功庸 故约我有好觉 欲而弥之 言亦如贺之母子和名也 以九二在中 亦服忠心之相 而对主口舌 自有畅贺之情 二四相见 刚容相久 在下之中位 正如功臣之货赏 尊荣而不忘其中 重贵而不过其上 尚有九五 故九二位内之主 臣之尊 得位臣时 而不失昆德 昆所谓七道也 臣道也 臣虽有美 含之以从王室 则九二之用 十字六四来 六三 得敌 或故 或霸 或气 或歌 宣圣 宣圣讲义 此中福六三 咬此也 六三 与上九印 一刚一柔 得敌配之相 而三五同工 亦以刚柔错印 以内与外 有品敌之情 中福的名 即有二与四 三与五 各相福也 以三位阳位 六位阴阳 阴以家阳 内与望外 而未对主阳 又属人阳之时 本中福大用 在中阳两容 分符于下上两刚 是以遥用 或上或下 或前或后 而其为德 或柔或刚 或忧或喜 故此以古霸气歌 名其情之无定 而为乐或忧各半也 古着永静之时 霸者以退之日 弃者兼为之计 歌者安乐之间 皆非定也 以旧于九五之阵 则五且歌 以犯于三四两容 则霸以弃 而亦可视为同见欲情 如有勇而奋进者 则五歌 应戒而消退者 则霸气 是其人之情 名其智之以耳 盖六三无畏 而众柔难守 居对主摇皆迅逊主位 二应相连 在内则悦则而有声 对外则进退而莫定 续主进退 六四主将 退则返于三摇 而对主说言 柔多忧思 思则发畏歌器 处于忠而失所正 聚于柔而不得安 故情不能同 而行义无有意也 相曰 或骨或霸 为不当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慈之意也 以六三非正位 而戒于九二之前 刚容难调 虽忘于九五 而祖于六四之后 上下难合 是福之不得 情之莫定 时由为之不当也 六四 月即旺 马匹王 五九 宣圣讲义 此中服六四摇子也 六四训之主摇 训为服辱 与对之见出返 是四与三之意 摇位皆容 而下语九二意 交错之意 与正意有别 中服重在错意 故三与五意 四与二意 二五得正 三四不得正 故三四摇不及 二五之急 六四借经九五 如月之急望 以为全员也 而时有待 光明有亏 则行不满足其智 而有马体王师之战 马王则行间 此去主进退 得时则进 时时则退 经六四飞时 故马体王 然以下有九二之意 退而就余正 以为首 人免余久 中服之相 又与小处相类 小处亦以六四亦摇位因 因不邪于阳 则滋以行之马体王师 乃不利于行 而挂求于外 以上有九五上九 方进其提携之力也 上既有正法之事 而时当亏缺之忧 故行不宜 而上可守 守则无九 盖六四自弃于同类 以与六三倍持 柔不思降而求生 虽可敬于五 而返远于二 遂师所立 如月之未望 光辉未充实 有马而失之 将鹤行灾 再虚化鸢两马竹 立坚针 以马本甘向六四坤摇昏位 为立聘马之针 此有马而不克成也 称匹者 一马基数 而幼后 如物之有匹配 以六四阴摇 阴树偶 故六三的迪 六四称匹 匹游迪也 得其偶成 而幼王之 是众名其不良于行儿 谷者驾车之马 或二或四 取其节足利于行敬也 三四以柔 并安征之极 乃见节仕途 一乎不克成其用 此三四摇阶以柔而非位 请欲福而得不幸 至欲和而未失踪 未时不宜 行动有惠 而战无救者 以福济济中摇 且的九二错印尔 相约 马匹王 绝类上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摇辞之一也 以六四在外挂之时 原与记记六四类似 而下位六三 两柔相从 以其类聚 世纪而未继 终而未合 故瑶慈称马匹王 而荡月谨望之际 将望而未望 正如将继而不继 其名亏一现 功亏一愧 行止于将城 勿施于祭辈 此马虽幼 而未得臣 盖呼焉王师 不刻遂其千里之行也 以其志在其行 返祖其行 返祖其行 行徒大功 返拜其功 此犯忠福而为过也 过犹不及 故事闻以马之王 乃由于自继 以自绝其类 而望于上进耳 六三六四 类也 而再下于生 再上于将 六四已将就正于九二未得 今乃绝于同类 求于上身 备柔将之行 望安真之急 始始以备之马王师 誓求速而反智 欲静而反退 柔而望于前进 外而望于背负 故曰绝类 言自绝余类 誓与众费此也 又此句亦可指马之王 为马之自施其群 施群而异 不刻成两马之竹 与大处六三异 而忠福重福 不福则不利于行 绝类离群 皆不服之行 皆失坚真之指 立本于真 不自真 将恶守 不能守 将安行 故六四已下福九二未得 终有守 续主进退 退并以时 时退而静 自离于旧 死亡马在不知首 而己求上也 上有九五 故为正时宜 而为三只能从 今六四西进焉 今六四西进焉 则与六三相谷 九五 有福卵如 五九 宣圣讲义 此中福九五摇此也 九五全卦正位 外卦中摇 饼干九五 饼干九五之德 与下九二痛畏 德中 而非义 却与三五刚柔错义 因二五之中畏 包三四之中摇 交错其道 参无以福 此中福之行 大臣于九五也 而遥曰有福卵如者 严阳以律下两亿 如神所相连系而不离 故曰卵如 非果系也 情志贯串 心志千数 有如系而 在千小处 一约有福卵如 为小处吕皆以刚包容 小处六四吕六三 皆在中 而吕亦已对在下 与中福同福 而后相系不离 刚以系柔 如包而冠于 九五刚在正位 取因所望 众志贤归 故有此词 而以刚之切容 亦未所必 如君主引用小人 不知不觉受其欺蒙之害 是远有救 以为正者得自明 高纪严明 是非变心 则终免于救 此意与团力真相应 真以为力 则不失其正 逊于私情 虽负一非信 两柔不于中谣 因柔得势 横亦坏其真操 为至刚能正知 此九五刻无就已 相约 有福鸾如 为正荡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也 言九五以福余下 而相连属如鸾 不邪耳 不背叛者 为正而得终所致 为正则时宜 得终则用大 大功无私 光明有药 此九五之道 非龙在天之相 疏感不服 疏能不成 臣服于下 奉事其直 此机九二我有好觉 与耳迷之之谓也 正如明赫耳子何之 忠心所愿 成一不二 公圣不为 居明成良 明安伯泰 以其上下为戏如暖也 上九 汉阴灯于天 真 凶 宣圣讲义 此中福上九谣此也 上九穷则变 变则反于中福之道 中福反位小货 阳反位因所包 是反常之相 九二约明赫在音 其子何之 是明其得其所也 上九约 汉阴灯于天 则明其非其十分 汉阴者 积之别明 未逊之相 积之数 有智有物 多夜情 而其于山林 名于草叶 乃未长叶 今乃以其名之音 上登于天 是反常语 及家处之机 故以名贵 而人不得离于地 今去的而生天 亦怪之相 故曰真凶 真者正而有手 不正贺手 失守何真 此真反凶 言真非所真也 又真凶分言之一可 为真则反救于下而有手 是自上下也 今以名于地者而登于天 则自下上 虽真一凶 为其不信也 不信不服 实证不忠 忠服之用以己 返回小货 故有此战 小货亦约非渺云之音 不宜上一下 忠服之机 既亦非渺 而近登天 是一下者反上 其凶可知 或以汉应盖一切情云之处言 不专止迹 思亦兼益 及他鸟亦并名其于其所 而不得聚作登天之思 事师所以无可征 而非为又安有利哉 上九君化之上位 高而无畏之地 为而无辅之时 苟自卑已救下 与六三亿 有可退守 若聚高而傲 成为而交 则凶于你 用以将近 十位已吉 无可前进 乃登于天 虽在上 又兮未灾 守切不宜 何况于行 真且未得 何况于利 此顺应时未者 一字反也 相约 汉阴登于天 何可长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谣词之意也 尚九谣词 不忠不服 以身其余的而登于天 被其身身之道 忘乎实的之谊 事项数返常 返常者 不可久 故曰何可长也 又长自意可度赏身 言被理之行 为实之用 不可助长之 已已无穷或患 在大处上九向天之渠 未到大兴 以其穷而本通 得朝于下 更能知止 乃何于道 忠服上酒 仲刚在上 顺逊风行 不知所知 乃超于微觉 不可久长 其树然也 既被遇到 失时悲畏 而助长其官佑之行 则为灾害 可胜岩灾 忠服全卦 以忠四摇交错成服畏用 初上无畏 不能中拥 则不服 不利于心 旷上 旷上九当变之计 无守之时 以其不可长也 小祸更下正上 宣圆 宣圣讲义 小祸正在更上 山上有雷之巷 与一同而一起上下 更指而震动 更指而震动 于于外 指于中 以更严 未知指有手 醉良于心 以震言 未因事而动 亦离于过 亦离于过 故已已更在正上 能指其动 未养正 而小祸则反 事动指相为 阳刚至外 遂尘其过 遂尘其过 此小祸之名 由正洞乖方耳 然以归媚化之力言 对在内 能主正之洞 正不得好其志 而免从之 故称归媚 由凶之游从若媚之情也 则小祸之正 湖部内从余梗 以求其指 而乃迅己之动 以干余过哉 此盖更余对之不类 而卦遥刚柔之德正余否 为其别也 对少女 而久二德中 能牵测正之六三位义 阳乃俯顺余下 南乃降至余女也 若小祸之更 乃少男 二男相合 如胸与弟 弟当敬胸 胸部顺帝 且以六二六五皆柔遥 众柔失忠 众柔失忠 不得其正 南智在外 刚得益造 中三四两谣 赋成众刚之事 而霞其始末似柔 则似自摩所淡 而真静以相逐也 故小祸之更 不足以祖政之行 而在中之阳 反足以律下之音 守莫皆柔 故同大祸 而中复佑恰未大祸 大祸之箭 时有小祸 细形不惊 中类大德 以柔事方胜 刚无以抗之 相惜成祸 乃时未所破 故冤小祸 言其所失者小 传约小过过也 大过颠也 过者失忠之谓 颠则反复之称 过犹错误之行 情有可原 颠则悖密之举 罪无可患 此过之略别也 大过断辞约 大者过也 世民言过之大 而则再有位 救赎当权 则以二五皆刚 不能率众以正 此过再阳 不得伪之余音 小过则两刚在四柔层 等别数父之中 下无其辅 下无其辅 外无其应 内外失证 时事领遗 此过再阴 而非阳之罪也 阳大阴小 大过则阳 小过则阴 大过之则再刚 小过之则再柔 柔顺之过 亦由刚毕之情 因畏之行 事成毕色之害 故小过亦不可法 虽为善之过甚于恶 而不忠之酒同其罪 虽顺退之事亦于逆 而非正之谋中难施 此中亦以小过与中福往来 明其相反也 返于中福 则成小过 返于余 则成大过 而小过又与余异畏 大过又与中福同体 此四卦交错 一等一失 一令一害 相堪自明 宗主叔叔 小过与中福往来 而与余异齐上下 一大过中福小过四卦 皆相联系 或对或反 或往或付 及天地变化之情 这人物行藏之用 大小过皆已过称 而大小义 大过者四 阳在内 不胜其因 故曰大者过也 只过在阳 小过者 四阴二阳 阳在中阳 而失正位 因乃代之 故曰小过 未因之过 阳重于外 因至于下 而过反之 故为过 过失也 又太过也 如人之行 不疑 不疾于中者 未不疾 过于中者 未过 而大过 未过中之过 小过则过中之不疾 以誓言 则大过者过于恶 则大过者过于恶 小过者过于善 皆失中也 过于恶者其害大 过于善 过于善 其害小 凡善恶皆以至中为准 而事物以至平为则 中平者 如捧物而各伴 其分量于 如分财而未量 其数物等 无多无少 不偏不倚 方眼于过 而所谓过恶 与过善者 如与人分立 与人过少 是恶之过 与人过多 择善之过 虽不失于善 而不免于过 以其乖中平之道 立公正之行也 过于善之害 虽叫过于恶者轻 而机久亦以拜得 留必且将或人 是以不忠不平者 不足为德 非公非正者 不足免害 君子持于至中 行于至正 用之以公 寄之以平 则无或不及 如人未善也 不悟于民 不悟于民 不惜于利 此善也 而不知其劫 不守其位则过已 小过之过 多观于此 施于忠福 乃成其过 若未深报桥而死 信故信已 而过焉 如莫子舍己利人 爱故爱义 而过焉 非信爱之久 过信过爱之害耳 明乎此 明乎此 则明小过之过 游于柔 柔过以施于刚 则不知其劫 莫则所守 而偏于所自信 必于所自视 其出若无可义 其中将无底 挂一雷在山上 内欲止而外思动 动以撤止 遂云于过 不知止将安行 行而望止 誓成其过 此中谣两纲 不能甚似柔也 忠悟是风大过 可见其积甚为 其智必大 小过不改 忠诚大过 善过不止 忠诚恶过 此坤初六有 旅双兼兵之戒 而该九三有 招前戏替之词 大小或十皆被之 设备此意 其过可胜炎灾 故大小过皆过也 皆由失于中正来 大过失于之养正 小过为中福之用中 而后过相已明 过行已者 习义者先将四卦往来之指 守思而胜变之 可也 传约有其信者 必行之 故中福之后 受之已想过 择过之意 众在行 未有走过也 返访忍者 或前往 或约来 果欲于忠道 非过也 若过仿 若过仿则称过 已驱己尊人 若过工业 推之一切行动 由于过者 临其未 失其分 则小过之类也 故咬此以过与欲并称 过则非徒欲 欲则非为过 过门不入 则不求欲者 欲诸徒 则远有过法之意 二自行相似 其行亦略同 唯其意义有别而 有过则所行有利于忠 以其非必如是而后可 而竟唯其本心 出诸勉强者 岂非过孤 至若亦当亲往 情难自傲 如悲之旧尊 下之屈尚 理所依然 不得为过 则凡行动亦如之 宜弓迁则弓迁非过 以俱傲则俱傲非过 以其中结也 尊其未 守其分业 射过于结 尸于味 乖于分 即过已 故过者非忠之词 不忠则不平 不公则不正 此过之所成 而以动力呼 此为义 仰好动 反更之指 以成正之动 其身敬之勤盛 则望于自降下也 似柔包于始末 距于中正 此为过之由来 以刚我所守 无其味 则不明其分 也 誓之过者 与不及同就 而不及 闭关乌容 不及者 退避之心 过者 敬取之志多 其诗中一也 故有可过者 有不可过者 有一不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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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应回之以忠 不问为善为恶也 忠者天下之大本 过于不及 乱其本意 故周易已 小过赐忠福 时世人用忠之可贵 官向此所取君子之道 则可见过亦有取 以其过于善 虽非至善 而未及恶 有可顺时之疑 因事之变 以成其佑 此论语所谓官过之人 虽过不害于人 则过又喝过乎 然过忠为过 过而不改 以过为忠 则必害其行 拜其得 此善之必已至 且必有至 至于至善 而必至至有至至在 而不过如 此事故 此事被弦 让二人 不可思认 在此事故 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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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更未观 此佛家旨观相应之觉 实止实观 观止不二 则尽宫时中功夫 因观之过 防过一观 则亦教修习途径 正更一体 为颠导之意 故由上而下 则正反于更 由下而上 则更反成正 此阳因身降之别 而为小货及兄弟争之书 独义者不可不知 小货为善之过 故断称小事不可大事 为善之师有效 若欲大之 反畏大过 责善且恶意 此意志观重要 后人物以小货之战大吉亨利争 而未可以自行其过也 小货 亨利争 可小事不可大事 非鸟鱼之音 不一上一下 大吉 宣圣奏奖益 宣圣奖益 此小货 团子也 前昏四德 小货有三 是小货之用 亦可取 亦期予以表力 与中俗往来 如主与兵 若往与父 去法相连 而行相舍 用知者得其实则疾 顺其辩则亨 此小货之意 众在因时达辩 以过程其行业 顾亨利争皆备 为少缘焉 以非先天之道 永恒之心 顾不及缘 而众在寻常日用业 亨业者 通于一切 立志于轻 立业者 攻击于物 立剑于用 真业者 反求诸己 安真有手 此小货之以柔甚 而终存刚见之德 外招敬顺之情也 而小货虽货 细发于人情 顺乎天性 性情之者 行有所欲 此人之恒情 如灵丧而过哀 见为而过惧 有失而过习 有患而过忧 此不能己者 圣人不惊 为其发于忠心 远于物事 非忠庸之事 折不免于过情 以柔之偏多 其必再逊风情 而不知止 静悟之害 静悟之害 根世之凡 触境之思 非常之欲 择沉于外 鉴于色 失于四体 盎于百骸 静失于中和 反于正义 此小货之用 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 小事者 害疾于信末 损舍于有限 则有过失 有免于久 若失诸大事 用于有众 利害所观者大 或福所歹者远 偶有未胜 族以拜国王家 或有未私 则堪辉宗业性 此小货之余成 而待用之当审议 小事大事 以其影响大小 关系巨细 时有暂久 得有远近 人有重寡 物有广辖 及轻重之别 危险之书 而上下位之所为 善恶得之所辩 出与处亦去 悲与尊亦宜 申与沙亦民 获与福亦数 顾小事之仪 顾小事之仪者 大事反不疑 小事之仪者 大事反不适 是为小货之用 以小事之货有可免 大事之货则不堪语 故亨本于力 力本于贞 贞物干事 匕首其政 反过魏政 责达于亨利 知过能会 责成其德行 此所为观过之人 有过贵感 胜者无过 贤者不二过 过而不但感 责任反于忠福 故忠福小过位往来 为正反 苟名其过 即可自反于忠 忠和之功 性情之正 此卦众力真 言必本乎性情也 卦象两阳力于中 四阴家于外 如鸟之斩其翼而飞腾 故约飞鸟于之音 飞鸟者 亦如忠福之贺与汉音 阳智飞生 而在中下者木高举 翱翔上下 鸟之信也 飞鸣来去 鸟之情也 施亦如鸟之鸟之鸟之鸟 为求之身 小过之非鸟鸟鸣 亦辅此意 为阳被因包饿 择求其类 择求其类 而不绝于其名声也 亦因者 亦过之意 飞过而民 因已于空中 吻于地面 顾过者坚行过之意 过去也 以往为过 鸟以他往 而因由一世过之有机 循其因而得鸟 则包过之有害于己 而利于人 鸟虽非为猎者名 非为异曲者非 而循之其所 为害将乃焉 是以情指不可不胜也 非鸟之过 亦本于情 情之为哉 恒累于此 虚情致害 有胜于此者已 使鸟不动于情 而不飞不鸣 则善劣者 不可得之 巧于异曲者 不可物色也 是未求高崇之壁 目超举之灾 乐得其有而民 因贪于欢而遭人之遗事 此亦过也 然亦小祸 重在自灰 贵在之改 则于前之求高崇者 而速改焉 出之目欢乐者 而速毁焉 则可由高而悲 由飞而行 由鸣而自尽其身 由往而速返其所 故鸟飞这一下 去这一反 下而后得安 止而后免害 此诗称年满黄鸟 止于秋鸣 视其至也 小祸以更在下 求止者必自下 故约不宜上一下 一下则介于高远之情 知止则成其欢乐之旅 此反小祸而归中福 即由震动而救于更止 智得其所 幸福于时 故占大吉 以其不为余味 自安其分 柔而旧刚 尚而辅下 悲以字目 千知道也 千卦之行 及及于知之 柔顺以智 故无不及 无不及 思谓大吉 故小破坠词重在可小事 不可大事 即不一上一下二聚 以大就小 责灭其害 责灭其害 以上返下 责安其居 此人本昏之德 安真笔及之意 一垂训见人 免过之道 即在于是已 断约 小破 小者过而亨也 过以力真与实行也 柔得中 事与小事即也 刚失位而不忠 事与不可大事也 有非鸟之像烟 非鸟鱼之音 不一上一下 大吉 上义而下顺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团瓷之意也 小破已因之过 故约小破 为亦力扬大应小 大破未扬之过 小破则则在因 以因多于阳 阳不得抗之而成其过 不似大过阳多于阴 反被阴所束缚也 小破已阴柔得慰 而行众柔顺 柔以成刚 为其本性 经不复顺成而返过之 如坤上柳 因疑于阳 示反其安征之德 而昔于刚见之行 所谓于阳 由你于阳 非阳而你似之 则立其本来顺成之志 乃求愿于阳 乃求愿于阳 列其等位 此所以为过也 因过而比你于阳 柔过而稀济于阳 事已过而望亨也 亨原阳刚大用 如岁之下 如约之舞 如五常之礼 如五方之难 其得昭明 其用博大 其功哄达 其道悠久 皆本诸天 法诸前者 小破一手称之 可见其智之在里阳 其心之徒抗刚 故虽小破 而得手亨 事曰小者过而亨 文艺亦如前卦 甘缘者使而亨也 但甘纯阳 自有其亨 而知大事 小破无怨无始 本乌坤之有终 而亦称亨 则所谓过而亨 谓以过程亨者也 凡道之智者 必由忠行 今小破过而亨 事利乎忠行 利忠之亨 乃亦时之功 非恨久不便之德 虽恨而不能失所本 本于立真 本于性情 而其用由此剑烟 故曰过以立真 欲时行业 立真者应知本 而亨者时之功 以巧破本昏之正位 而中藏甘之三四 甘不显其德 为坤之事 以 则坤之代前 以立聘马之真 代行周天 以安真之德 代诸自强不习 本容而用剑 体真而外亨 何坤以为前 代天以律物 此立真亦以过程 而工业必以实者 故曰过以立真 以实行 不过不得同于 甘之立真 不时不得达于甘之亨 实者随时之变 变而得见其得用者 实所为也 小过以过而能备三得者 实所使然 非实则过 事实则反成其得 故与实行聚 实为小过制药之义 而所谓过而亨 过以立真 皆明时之所信 实宜则亨立真 实非则过 故称亨立真 皆观以过自 明过与亨立真 缘无二致 只实实行 只实实行 团此仅举三得 是文家已过自 更深已实行 足见小过之时 非常实也 过不在人 而属乎时 则过反成其得 此君子贵之实 而亦教众邪时也 柔得中位 二五皆柔 柔不可大用 故团此以小事称 小事之吉 吉大事之非吉 刚失二五正位 而不忠 以刚正在九五 中在九二 今巧或六二六五 事实正而不忠 一也 又中摇三四皆刚 而关于九三六四太计计之下 是意不忠 二也 推之以刚一柔 相应为忠行 相应为忠行 如六二九五 九三六四事也 今二五中荣 三四中刚 皆不相邪 亦畏不忠 亦畏不忠 三也 又此三过 固不可大事 卫师正则无主 师中则难用 体用皆备 小事有可 大事则非所义 以四应分 加两羊之行 如鸟之展示 故曰有飞奉之向焉 羊时应虚 应在羊表 其是灵虚 故向鸟之飞 若不飞 若不飞 则斥免而非虚语 亦以往也 而今犹在 如飞鸟之名 其因有疑 故 团约飞鸟鱼之音 亦以正在上 有名声之欲 而过者该往亦 世之以往约过 人之以去约过 如仿人者约过访 来往者约过从 皆至行业 而对来言 以时未言 一分三者 时约去埋经 未约上中下 世约始终中 时之经 未知中皆中行也 非中行者 则以往约过 未知约不及 以者以过而游流也 既非现在 即过也 秒过而因疑 亦由事过而积在 人过而明存 皆由今已宿诸往 往之与来 其间者未中 小过属于往 故曰过 如仁之过 必自事后见之 当时未有之为过者 如之为过而故行之 则非过而为恶意 过者过世 过者过世 一时之失 非有心之恶 故过非恶得也 事后之之 而速改之 责任不失 责任不失为善 故小过再能自返 自返即毁过之机 而非鸟 而非鸟之以其鸟 鸟亦闭自下 以鸟圆自下上飞 鸟亦自高返下 故不一上一下大吉 以上位秘 而下则顺也 逆与顺者 亦观乎十位 顺乎十位者智 逆十位者凶 小过即重自返 是一下与顺夫性病之症 不贪高荣 不设为代 此大吉由于之过必改也 改其或吉返于中行 中行不失 以其占大吉 由卦颜 正在上 若反旧更之下 是反小过未云 以则的仰正之指 即有本卦颜 即有本卦颜 反正之洞 以从更之指 东而之指 指而有定 则福于指至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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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或乎简,宣慎讲义,此巧或相子,明人道也,更尚何正,指山上有雷之相,雷动而山指,指于内,动于外,指不能以置动, 顾名小过,两阳在中,不抗四阴,阴反夷于阳,以成其过也,而君子则之,亦以过成其用, 既名曰过,自非忠行,小过与忠服反对,忠服之后乃有小过,如行道者, 至忠途而更往前,则过伴以,过伴者即或忠行, 无论为善为恶为过痛也,君子不离于恶,而难免于过, 则以善之过,将与实的相连,而不自觉其失, 此人之情也,人情所不免者,圣人不惊, 为中庸之难极,则则其善者,而略其过焉, 故小过之用,即怨忽情之过终, 在人为情,在天为食,在物为事,在述为便, 此四者之所由生,而君子获不免焉, 且以其过,反成其德, 私团之称亨力争, 明其道之不可费也, 情之所使, 实之所为, 事之所破, 便之所见, 则智者不能谋, 勇者不能夺, 旷众人呼, 故君子之过, 有如日月之时, 其度相执, 不得必也, 而其父也, 不疏其名, 此此之迁移, 未知远近, 忍无有焉, 向此所举, 盖意量其过, 而缘其心, 许其情, 而望其父, 则所谓行过乎勾者, 勾之过, 而胜于不勾, 丧过乎哀者, 哀之过, 而胜于不哀, 用过于减者, 减之过, 而胜于不减, 以其由于时, 献于事, 欲于变, 发于情, 不可厚非, 则与其不过而为恶, 无宁过而敬于善也, 攻之于行, 哼之于丧, 减之于用, 皆善也, 唯不过为忠行, 经济过于忠行, 虽不免过, 却终非恶, 果不过而不及焉, 则反不如其过矣, 不及功者, 其行必死, 不及哀者, 其丧利狗, 不及俭者, 其用必爱, 是恶也, 虽约未过, 而害胜于过, 君子命取其过, 不畏不及, 此小过之能备三得也, 夫三者之过, 皆则在己, 其师也不歹于人, 过功者, 敬之至, 过哀者, 孝之至, 过简者, 过简者, 劫之至, 是故非害于人也, 未防其过, 则为理以劫之, 故天则履, 以理定名之至, 不始之过, 不始之过, 性情得其正, 则不至于过, 苟失正, 则失中, 此中福之一余想过, 而近风吕, 柔在中而上下皆刚, 则得其正义, 更止而不遂正之动, 则未疑, 疑则能养正, 此疑向此以圣言语, 皆以食未逊, 而在正向此, 则曰君子以恐惧修审, 在更知向此, 则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想过何正更二卦, 果叮咛于其向此, 而恐惧修审, 则行有度, 而思不出位, 则守有分, 思及免于过瘾, 凡亦向此, 皆明人道, 皆以中正光大位置, 为小瘾过瘾过成德, 可见圣人缘不择难免之过, 而必缘其有过之情, 过不为于时, 不利于便, 不返于情侍者, 则过亦赫害, 不过忘其束缚, 负责人为忠福, 此忠福与父, 接替天时亦阳之父慰佣, 阳父则应消, 应安于味, 阳畅其德, 则过者改, 而行与中拥移, 而行与中拥移, 出六, 飞鸟以凶, 宣圣讲义, 此小祸出六摇子也, 出六在下, 更知使而禀鸣鸟与双之戒, 柔而未卑, 暗而在下, 不可以图高举, 时未使然, 经出六以上印九四, 内西境外, 阴西旧阳, 两阴连鱼出二, 如鸟之一意, 张儿欲飞, 故称飞鸟, 鸟之飞止, 以一意仙, 在下而望上飞, 先斩其左翼, 以柔而背其下降之道, 以下而气乎高升之谋, 而愿于其位, 乖于其时, 以更知止, 而望求统于正之动, 此所以为凶, 为其行之辈也, 被围过, 过以求佑, 而望其非回, 撕离其胸, 担约不一上以下大吉, 出六反西其上, 而吉求飞, 故凶, 柔乐观刚, 出乃印四, 此其非有不可遏止之事, 则其胸也, 担其胸也, 担其胸也, 至行之过也, 不能胭脂, 而求移动, 事望也, 望则灾身, 无妄未灾, 无妄未灾, 及观此意, 相约, 飞鸟以胸, 不可如何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也, 言出六立呼吕双肩兵之序, 而指之音乐静阳, 下至在上, 顺化之字下上, 则不得不飞, 反柔之自高降, 则不得免于胸, 其非业, 情之过, 而凶业, 树之灾, 过情之行, 仁又不免, 礼树之灾, 事意难逃, 故事曰, 不可如何, 言其不得不飞, 不得不凶, 乃智者莫与谋, 勇者莫与夺, 此即所谓过也, 过之为用, 皆破于时事, 观乎情便, 不能巧避, 不义强逃, 乃明知之, 而物谓之灾, 石油不能动之, 而力料之, 碎成过失, 而离夫凶害耳, 或约不可如何, 生其之词, 习其引注成大错, 追悔无奈, 如何则可, 为自反以求其志, 指于成则免凶, 故鸟之行, 以善指未得, 如黄鸟之指于秋鱼, 此至之指乎山凉, 皆指得其所, 而弃夫时, 此可贵也, 旷出六更之下, 方众在止, 反以非称, 以其凶无辱之和, 君子之时先欲, 临世而聚, 见机而坐, 则免于出六支胸仪, 六二, 过其祖, 欲其彼, 不及其君, 欲其臣, 无久, 宣圣讲义, 此小破六二姚子也, 六二内正位, 而未婚之正, 本安真之道, 有含章之美, 依于从王室, 静于其上, 和于其下, 如后与帝, 如臣与君, 此坤道也, 而小破上印六五, 亦未柔, 病厚匹敌, 不能乡下, 随内外书, 而尊卑姬等, 随贵贱书, 而全世作同, 故此以阻碧相提, 君臣相以和六二, 与六五, 中界两刚, 遥遥相望, 虽若匹配, 而一君臣, 然以两刚在中, 则虽匹配, 不在一处, 虽君臣而有网还, 故已过遇相遇, 过未往, 遇则来, 如过妨者, 过也, 到遇者, 遇也, 应过其祖, 而遇其彼, 以柔在位, 所遇非祖, 乃其彼, 彼故祖之配也, 不及其君, 遇其臣, 亦有同意, 而不约过其君者, 成无过仿君之礼, 而约不及者, 以过与不及对, 皆师中业, 过乎中约过, 不及乎中约不及, 言成无过其君之义, 而行却欲其成, 亦以柔在下位也, 不及二字, 实名想过之过间不及, 过由不及, 死退于不言, 不及由过, 则静于不言, 总之皆为师中, 以往者缘非过仿其君, 而中途欲其成, 与前之缘欲过仿其祖, 而结果欲其彼, 其出亦不同, 而其中臣则同, 皆以过畏用, 则祖与彼同居, 祖去而彼在, 居不与成同居, 未见君而育成, 死所欲者, 出乎意外, 所谓过之用也, 过而有用, 则非关乎得意, 而实戏乎实情, 未者兼得与实, 用者分情与义, 亦已成立, 情已为害, 故过之甚, 则有救, 以六二得终, 思缅而, 欲之已过, 亦艺术不及, 亦数太过, 欲者无心之所遭, 过者有情之所发, 顾过时于己, 欲成诸人, 过有其事, 欲得于衷, 亦欲行过, 则亦见过之为师, 在乎几也, 在乎几也, 几而不过, 何过之又, 之过而改, 则过亦无久, 四六二之指, 仲在使人之过之又成, 欲勉勉勉勉勉勉勉勇之所在, 而不曝约过者, 仍多未达, 实以义词缘包多义, 所谓过者, 既有过忠之意, 亦含过师之情, 又以相过与过去, 均为奸见之指, 是其所合而为是, 顾过其祖, 游人之情, 若过其君, 事师成礼, 则以不及相提并论, 而不及亦过也, 过未太过之行, 不及则不足也, 不足者, 不及忠道, 以君与臣, 不得等诸兵主, 或了有也, 君可过臣, 臣不可过君, 六二在下, 臣也, 而上六五, 则君为, 虽亦未容, 以为尊不得事之如臣, 故下不歹上, 臣不及君, 此为分所定, 不得有过师之行, 故不及者, 由远不思过之也, 臣而过君, 君将师其尊严, 遂欲天下而无君与, 君父皆不可过, 称君已该父, 而上文诞称祖者, 亦遇此义, 故李约孙可谓王妇师, 子不可谓妇师, 祖虽尊尊而易于父之亲, 礼为一尊, 故尊父而略杀其祖, 此礼之权于, 仁伦之有先后也, 臣之于君, 如子之于父, 臣不可过其君, 则所称或义不及, 不及者, 怨情之词, 推及之义, 不可之也, 而人约欲, 则可见其义如过祖欲比, 不过过君欲成, 不称约过, 则欲未来, 过未往, 往游敬也, 上也, 来则退也, 将也, 君临天下, 所过未幸, 如神之将, 而臣民不得敬于君, 上于神, 传约君子不欲多上人, 旷感临天子乎, 则过而称不及者, 亦会其临上, 而不失其臣结尔, 六二柔畏, 故从刚者皆过, 而所欲者皆柔, 至虽在上, 而祖于中遥, 仁败而下, 不出其位, 此更知指之意, 为人臣, 止于尽, 涉欲过其君, 上何止乌, 九三, 服过, 防之, 从获枪之, 凶, 宣圣讲义, 此小获九二窑子也, 九三众刚失中, 而未更之主窑, 上阶正之九四, 两刚之事, 一舌之情, 刚或泽泽, 故此约福过, 身见之也, 福过而有防之, 为过之余, 为前九三, 朝前弃职之时, 为令之位, 且以审圣恐惧, 以防其过, 厮守未知贵, 而过分之忧已, 设有未备, 而从其过, 择获枪之, 必受其害, 以刚能枪生, 柔则离极, 从于柔则顺, 从于刚则离, 九三与上六亿, 而一起逆上之心, 此断辞称以下大吉, 誓约上逆下顺, 下顺大吉, 则可知, 上逆者凶, 顾占凶, 以更知一阳在中, 中则有始, 必反而下, 以逆行未顺, 此所谓知指者也, 苟顺而生, 潜负于为, 自逢其灾, 而不可悔, 试过而诱过, 将何以臣其用灾, 旷径于正而动, 望其指, 施其本事, 徒增其过, 则有小祸而大祸以, 中悟大祸, 以三次两缸为其输机, 此用者所移圣也, 项约, 从祸腔之, 凶独何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姚慈之一也, 以九三缸祸而不知房, 西洞而不知指, 始更之道, 从正之洞, 两刚相间, 如冰刃之枪其身, 此不可从也, 从者顺也, 言顺三之志以从上, 顺刚之情以凌柔, 祭师二五正位, 遂我所才智, 逞于一时之快, 而不可收拾, 则其为害致大, 将不可纠结, 故约凶, 如何也, 言凶之圣不可撞耳, 遥约福过房之, 可见不过而自低房, 隐意其情欲, 如防水也, 小过类凯大象, 两阳或鱼四阴, 抑郁欲险, 为过之源, 故不可纵, 纵与从古通用, 从游纵也, 或以福过房之, 未不可强制, 强制于前, 必反献于后, 如防水而逆水之性者, 其溃绝为害犹大, 故约从或枪之, 言从此以后, 或反害之也, 此故此中坚毅, 指这因势力道, 施指则指, 则免于害, 此在顺夫时用, 纳于中行, 中行之师, 其过乃成, 福过房之, 专重在中行, 非指之指, 即乖乖宗行, 故福过云者, 已在中摇, 应以中行为本也, 九四, 无久, 福过欲知, 往立并解, 勿用有真, 宣圣奖奖义, 此小过九四谣此也, 九四正之主谣, 与九三同属人谣, 而众刚失守, 四因数于外, 已成其过, 而丙刚见之情, 失中正之德, 有甘之自强, 而望九四之月渊, 则动必有救, 以其刚而在六五之下, 与六二错印交相邪, 而不立于更止, 则免于久, 故约无久, 明其在外, 行且自反, 亦往亦反, 内往而外反, 反以旧下, 则知止, 止而动, 则不过, 故义如九三称福过, 然九三志在上进, 虽与六五错印, 同工异味, 故福过, 而众在低方, 九四之计在百下, 以错印六二, 同工异味, 故福过, 而可相遇, 此三四之行有别也, 以遇与过, 相提并论, 人同六二, 过则非欲, 其欲也, 则不必先过, 此福过而欲知者, 明其则在自反, 而孝能至人之来, 以遥位当来, 则虽不过, 亦当有欲, 此欲自, 亦间该欲合即待欲诸以, 欲于徒者, 必有二人以上, 即我欲比或他也, 主欲兵, 或有欲类, 皆有二者之别, 故可推至欲合, 何有慧也, 不其而慧, 慧之欲, 欲自以欲, 欲亦何也, 匹何也, 而因同等相匹敌, 同类相慧何, 则有对待之意, 故又慧待欲, 呆亦待也, 后之与此约呆, 见之与彼约欲, 而推及有所备以皆悟, 先其时以后人, 接待欲也, 主欲兵款下, 我与人接待, 亦待欲也, 以其心义力, 皆以, 教义物, 信已成, 则待欲兼包兵客引诵, 成功仇报, 一步及物, 礼必已尽, 故欲之者, 先忧其奉, 后其功, 未将其情, 智其义, 智其义, 必服于性, 必本于敬也, 久四福过, 而众在欲, 可见众在自卑以下人, 自迁以皆悟, 不为其来而自俱傲, 不以其自治而迁于一夜, 故九四福过不肯过放, 非言尊业, 不求有过, 而求免旧, 思九四诸之, 故众在静待其至, 成后其福, 而不自往, 往则为利, 而必戒备, 戒胜戒士, 不输不渝, 皆戒也, 未如戒严者, 谨视行人, 严密戒备也, 以九四重在反义自下, 故不渴望, 而勿用者, 以乐甘之初, 由乾隆勿用之时, 只勿自用也, 由乾隆勇用, 勿自见者, 身藏手桌, 而勿求用, 则以勇真, 以四位昆位, 下旧六二昆之正位, 故勇真本夫昆得也, 向曰, 福过欲知, 未不当也, 网历并见, 终不可长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慈之一也, 以姚称福过, 而呆其欲, 因九四位不当而, 不当者, 不当者, 既非二无正位, 又以刚缕柔位, 历乎济济, 而痛未济, 虽下应出六, 应与阳斜, 而出遥无畏, 亦不当也, 地以九四不一上而一下, 则众再来, 而不以往, 故福过, 即不可往, 欲知, 即呆其来, 是顺乎遥用, 而福断此不一上以下之极, 故全遥无旧, 凡无旧多在此末, 九四而在此守, 可见众在自免其旧, 即以止欲动一更致正之意, 盖九四震动之主, 造尽知情, 亦成其过, 故以福过而呆其欲未言, 又以此句连位于义, 亦如九三言不可过以欲人, 即过以待人之意, 过以待人, 即向此行过乎勾三语之指, 过于领为过勾, 过于勤为过哀, 过于用为过简, 接过也, 再柔遥或疑, 若刚遥则不可, 故三四遥皆有福过之词, 而九四位有不当, 不四九三位更主遥, 何于济济, 知指有济, 其用上意尽于中行, 燃油有枪之之凶, 旷益于造洞而泪为济者乌, 故约往立必解, 以顺振动而造尽, 则倒于为, 而立戒胜, 是以终不可偿, 言不可偿其轻动之志, 承其造尽之行也, 又中自与姚子永真相应, 昆用六立永真, 以大中也, 姚称物用永真, 亦可作一句解, 言不可有忠, 以昆位前谣, 亦为始, 亦为终, 亦则九四一顺忽前已知识, 而不一句忠, 亦则顺正之初交夫养, 亦为时之时, 亦不可在此位而言中, 顾悟用永真, 兼体用二义, 体则禀昏位, 以应六二而永真, 用则体前谣, 以伏正位而物常其中, 是在事时位而为事儿, 凡中不常, 多属上谣, 今在九四, 可见其为过, 过则不可贵吧, 一时之仪, 非恒久之道, 故事文如此, 六五, 密云不语, 自我稀交, 公义取比, 再炫, 宣圣奖奖义, 此小过六五窑子也, 六五正位而容鋁钢, 师甘之正, 乃成其过, 窑子守二聚与小处同, 小处有向中福, 亦因在中四遥, 阳树其阴, 如天之密云不语, 为阳不语因何也, 何则与将, 经六五则反事, 而以阴包阳, 亦不得何, 故意约密云不语, 而自我稀交者, 由西而东, 即由上而下, 由高而汪, 如小处之上序, 以来旧下之前也, 序粉初遍于阴, 而在外, 则众在下, 六五亿以下有三四两阳, 因降而阻于阳, 有云而度云, 有来而自欣, 笑着外也, 愿也, 由外而内, 由远而近, 由西而东, 由交而成, 行以日降, 道以日静也, 公义取比者, 本应荣而设正位, 故称公, 以正位而辅下各遥, 刚荣分成, 则重则取, 必有其道, 故约一取, 言小过有非鸟之相, 鸟非者欲得之, 则亦取焰, 而鸟云其音, 是亿由上而下, 由非而归于巢穴, 则亦取之, 当在其所期夙处, 称血不称朝者, 名其在下, 非之上也, 由上而是下, 由高颖一杯, 则载血语, 鸟云该寿, 不必止于朝, 而亦者缘不可设宿, 金曲笔载血, 事成其部戒业, 阴柔之情, 暗昧之举, 非光明之行, 仁义之道, 此正如天命云不语, 则暗而不明, 如人之行而自焦, 则邪而非正, 不光明, 不正大, 思小获之以柔居正, 而又此战, 六五六二重容, 而三四两纲, 夺物之名, 四因之独, 此过也, 而时使然, 故乖风猎兽之道, 立于爱物之人, 行迹非于, 用有难打, 故在正位名其义, 集团所谓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也, 卦遥不大过, 而六五当对则主遥, 对说而在上, 有阙之相, 愚人未有失, 在上位而有失德, 其独鸟兽之灾, 由此可见小民之父或安其身, 乐其业语, 谨挂约求亡明, 亡而不明, 将喝福灾, 如天有云而不云, 将喝则配灾, 故义取而成不悲, 贪得而行不仁, 则或虽小, 其害已大, 此小或与中浮返, 即在诗中道也, 相曰, 密云不云, 以上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词之意也, 密云不云, 见小处挂团词, 其云与此为云, 小处重处, 处而不发, 疾而不失, 故云密而不云, 必至上酒谣位已吉, 挂位已穷, 穷则变, 变则通, 乃有记与记处之词, 则处者已发, 击者已失, 云密者已见语, 自交者已归处, 皆与钱亦齐去, 经小或六五, 则已柔在正位, 已应居高定, 因无阳不能化, 云虽密不克云, 为其为阴之过, 而不云阳和也, 不合则不云不处, 故亦如小处之词, 而则在上位, 与小处偏重蓄姬者为别, 蓄姬亦游过来, 处而不发, 积而不失, 事处之过也, 如人有财, 贵在能舍, 桃珠已父撑者, 以其三至千金而三散之, 智则处也, 散则施也, 是有云而配其语则已, 小或六五, 不得其何, 乃成其过, 有云而不语, 有家而不处, 则为阴柔之诗, 而非人质之行, 阴柔缘可用, 而在上则备其位, 立其得, 故六五不语, 誓约以上, 以者过甚之词, 犹太也, 以上及太上太高之义, 言阴柔所居过高, 不得予下阶, 如云之声过上, 不得成语则, 是阴柔立其得用, 乖于未时之过也, 上流, 浮育过之, 非鸟离之, 凶, 是未灾神, 宣圣讲义, 此小过上六窑子也, 上流过之急, 而挂用之穷, 又未阴柔在上, 众柔失位, 过在于自带, 则与前三四阳窑之用相反, 阳刚好尽, 故意之, 而约福过, 应荣义代, 故促之, 而约福玉, 以上与三意, 三刚而上柔刚者造进, 则约福过, 上则怠惰, 而妄人之买律, 不肯尽以求之, 不肯尽以求之, 则约福玉, 言不可律, 而必过之也, 与九四之福过律之, 恰不义其过愈二字, 不过而愈, 事明其并来, 不愈而过, 事事其并往, 挂例外来内往, 上穷则变, 变则反常, 而义众往, 与下同, 事反而下也, 六位元臣, 终而复始, 则上者反而下, 欲者不可其, 则过者为其时一夜, 或以福玉过之为依据, 则言尚未用穷, 过与玉皆无当, 故忌不得玉, 亦不必过, 此间一夜, 上六阴降之时, 亦与更之九三相邪, 邪则反来成往, 反玉为过, 隐意其地, 则宁其情, 此过之本乎柔言, 与三四刚得反也, 而非鸟之相, 至上已将断其语, 不刻再非, 故在下则宁其音, 在上则灵之凶, 为离其所当凶也, 临幼通灵, 干也, 如鸟之处于往, 则非者已不得非, 而明者已不能明, 事或自述成, 而害犹时至, 或害非发于己, 非九余仁者, 为之灾神, 此上六之穷, 十位之所为, 天树之所见, 故其凶位灾神, 而不专属于过, 然过亦不可遇, 过而遇, 则亦招灾, 干天之怒, 因神之计, 则灾神至, 无妄灾也, 大处时也, 非时即灾, 小祸上流, 非时非味, 以其有灾, 而如飞鸟, 无恶于人, 无怨于物, 而离其害, 而受土宰居系, 岂非灾乎, 上六如赤之江泽, 生之以阿, 虽欲非明, 徒昭其祸, 此正与九四之义曲在血相依, 在血上有义曲之祸, 非空何免捕捉之灾, 此众在善于屈毙, 如人之善已改过也, 相曰, 福欲过之, 以抗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姚慈之义也, 六五约以上, 上六约以抗, 皆知阴柔高居于上, 不得下雨阳和, 而兼职位之过高, 用之以穷言, 六五在中位, 亦有以上之词, 上六则居吉地, 故约以抗, 名其如昆之上六, 因已于阳, 而等于干之抗龙有毁业, 干约抗龙, 此约以抗, 两抗字一同, 虽九六之遥不同, 而在上之位则一, 故凡初上两位, 不分营养, 为其不及于便食也, 初位勿用, 上位无位, 皆非十位所许, 则其用不利, 上六柔摇柔位, 又过六五, 故以抗称, 摇慈福玉过之, 正以其极高而无位, 当变而胆久, 不得久呆其来御, 孤近己而过宝之, 此上六不得已知情, 而人不外为过所沉也, 利乎忠道, 不得忠行, 与其不及, 无宁过之, 此意重则柔若待孤, 而世人已自强不行也, 故对三四刚摇, 则约福过, 而在上摇, 则约福玉, 明知其情不免, 而其行有并至也, 此以见摇之用, 摇以见卫食之用, 卫食者, 行之所需, 智之所者, 吉凶利害之所分也, 上六位时已施, 故遥以灾神战凶, 可见吉时之过, 有可亨, 非未之过, 不可适, 不可适, 与其过而有利, 何若无过而至公, 此中福之可贵, 而小过予之反也, 既既既挂临下凯上, 宣圣讲义, 既为祭奠全义, 居六十四卦之中, 天道中而复始, 义卦自始继终, 成不敬之相, 为中原之行, 自乾坤开其端, 而既为既要其终, 终而非终, 终则复始, 此义卦之相, 未以大循环, 如依岁然, 游春至冬, 岁绪与静, 而仍复于春, 以为来岁之始, 是始之与终, 时之所为, 时之更易, 终亦有始, 故继未继, 亦挂虽终, 亦道未尽, 乾坤永在, 坎云长存, 则继未继三阴三阳, 平云交错, 和乾坤而继其变, 均看离而渐其情, 情变之间, 转身转化, 以气无尽, 此后天生化之相, 使以继位继者其利焉, 砍水云火, 阴阴阳之刚迹, 亦如乾坤未生化之陀阳, 古柱之鲁也, 正其积枢, 以开以合, 以交以聘, 无尽而有尽, 无忠而可忠, 此天地妙用, 即以此四挂玄其则, 而人物要道, 亦于此四挂招其缘, 既既既在前, 未既在后, 两者往来, 乃生汉夫玄秘, 动亏其奥运, 而世人已生生不已之道, 习习相通之功者也, 既既者, 水在火上, 生成乃剑, 未既者, 临在坎前, 分合乃名, 不由济济, 不能知天地之功, 不由慰济, 莫有险乾坤之道, 此生之云灭, 二而亦也, 往之云孩, 左右今也, 何者必分, 通者必赛, 而亦之者道也, 利之于害, 及之于凶, 而其之者功也, 功属乎物物力, 道达乎天心, 有无相关, 而无身有, 万一相应, 而万一, 此既贵既, 相反也, 而相成, 本书也, 而可一, 此有两卦相足以知之, 尚经之泰谱, 及其利益, 得天交泰, 天地成否, 本乎为者百赛, 因乎用者转亨, 这其分者百胸, 达其变者转集, 此后天之道, 亦乎先天, 而忍物之功, 别于天地, 由近而远, 自远而近, 道同而行义也, 由上而下, 自下而上, 为义而情书也, 顾计计定也, 而未计反畏不定, 计计交也, 而未计反畏不交, 不定之定, 不交之交, 虽若殊途, 而未同出, 同出一名, 殊途同归, 名乎此, 择之既未计之相往来, 而未计乃中全一也, 计计上坎下坎, 而中故未计, 未计上坎下坎, 而中故计计, 由此可见两卦体用相通, 中外互见, 原一卦而成两用, 既计计者, 外表沉济, 而中体反不通, 未计者, 外表不交, 而中体反沉济, 是以两卦之用, 实相关联, 其为道实若本末, 三阴三阳, 亦水亦火, 先天为中南中与之交际, 后天为水火上下之河土, 离戴甘尔凯戴坤, 则计计同于态, 未计同于否, 以谣言之, 二五正位, 计计六二九五, 服于乾坤之阵, 未计九二六五, 类于交太之中, 事又相反而相应也, 既记者如舟之渡水, 由此答笔, 如事之所为, 由始至成, 而未记则否, 顾名以记, 而家记未以别之, 既记则以渡也, 以成也, 未记则有待于渡, 有其余成, 此记记未中, 而未记反未始, 既记在后, 而未记反在前, 也经亦乃以记记在先, 既居末, 此中要礼, 时明天的无尽, 生化无穷, 忠而不忠, 末而非末也, 水火焦而既既成, 离坎费而未既见, 阳下阴者未和和, 此前以南下女为人道之时, 刚先柔者未尽灭, 此痕以正上序, 未变化之穷, 而既既久五在上, 未既六五在外, 是右焦者不焦, 灭者不灭, 传约归媚, 女之中也, 未既男之穷也, 此以八功卦序, 大忠于归媚, 而对主于内, 正反驱从之, 而周一卦序, 大忠于未既, 未明上坎下, 各备持烟, 火焰上而水润下, 既既交服, 未既反世, 此由卦向以叛祭为祭者也, 卦顾相义, 遥顾相通, 用者一合餐之, 方敬两卦之妙, 续传约, 有过物者必祭, 故小过之后为祭祭, 以物之过, 其行有功, 其事必成, 物力之以, 事功乃记, 此周一本乎人道, 而这其树也, 小祸过于善, 而失中行, 失中则有偏, 偏则亦尽于所趋, 故记记自小祸来, 而本语又有一也, 失中之记, 虽记难久, 故中至谓记, 谓其谓物, 胜必有衰, 谓行, 亨必有塞, 以过而尽, 以其不能恒, 以过而成, 以其不可大, 此记记哼响小, 而不可大用, 亦如小祸也, 水火者, 得其何则为功, 失其道则反为过, 邪于用则为利, 反其情则反为害, 此记记虽已记名, 而功力不可可久大, 可大可久者, 得业也, 传阅日新之谓圣德, 富有之谓大业, 胜得大业至已灾, 而在余能久能大, 既既非久大知其, 故其用意不称, 而断以亨小为此也, 明亦逊者, 不以祭祭位足多, 则已当权亦且终, 众有得也, 亦难久大, 而未祭且随祭祭至已, 燃柳遥定位, 刚容交付, 挂絮已定, 故曰祭祭定也, 定于其位, 达呼吕之志, 则祭祭自有其实意义, 祭祭, 哼, 响, 力争, 初级中乱, 宣圣讲义, 此祭祭断此也, 以祭祭水火交际, 故未相继相成之相, 而以中故未祭, 九五六二不服乾坤正位, 而与太坂, 却同与否, 世纪而不忠, 成而不久, 虽佑三德, 被乾坤大用, 而无缘则施其悠久无疆之功, 且已坎在外, 显祖当前, 虽离在内, 闻名有主, 则其静也不易, 守则有余, 初佑光明, 中则显现, 此虽战亨, 亦如小过不可大事, 而为小亨也, 亨小力争, 做一句毒, 则昏于前, 而久于后, 故不大, 亨不大者, 用不广, 夜不红, 功不着, 心无可获, 手艺有限, 故立真意可怜小自读, 为其游恨之不大, 而立真意不全也, 立真者本夫坤, 视乎情性, 而外智之事公也, 既不全, 则不达其情, 不充其性, 不能富有其业, 日心其德, 则既既之用, 不足与态并论矣, 乾坤错交, 亦阴亦阳, 上下互报, 亦容亦刚, 亦摇位言, 实得其常, 亦挂用言, 非道之章, 亦幼于味, 则不能大, 局于实则无以章, 六二本夫坤顺以安征, 九五代公干见以自强, 在先天之道德, 故以恢恢于安详, 而是后天之行之, 则反目路魔所短常, 未济济若道之以臣, 得之以智, 道德无明, 漠然相弃, 不带夫行, 不求其事, 如学业之既成, 而品位之极致语, 天下纷纷, 人事茫茫, 果皆定于其位, 更熟慎之根章, 更熟慰之根章, 而是有福许, 行遂难良, 不知顺时应变, 何以执中用长, 此季季之定, 为难动也, 季季之臣, 未有景也, 亨季非大, 力争亦非久远, 故炭辞称之为初极中乱, 以离力其本事, 有同于前, 坎则亦乎坤之无出有终, 而得己者以往, 将乱者方来, 此季季之又, 已于初而必胜其中, 喜其诚而必忧其后也, 团约, 祭祭亨, 小者亨也, 力争, 刚柔正, 而未当也, 初极, 柔得忠也, 终止则乱, 祈祷穷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团慈之义也, 以祭祭之亨小者, 使小者之亨, 此句略意小字, 为所亨者小, 换言之, 极小事亨也, 为祭祭未定, 不能顺应全辩, 则不能大用, 如守称者魁步不渝, 律游旧章, 虽不为过, 而无大功, 虽可免旧, 而乖大用, 故约小者亨, 以遥因小阳大, 如大过大者过也, 小过则小者之过, 皆本因小阳大之力, 既既应在阳上, 行力于阳, 用朝于外, 且上摇位楼, 而六二楼得忠, 上下相间, 其用不穷, 故称小亨, 亨与穷对, 以权挂言, 终穷则乱, 亦未想亨, 未所亨有现也, 亨通也, 亨想, 所通于物者亦想, 则寄寄不可大事, 正如想过, 亦游过来, 过于寄者, 与不及济同, 故名济济, 济由已也, 以者过甚也, 未济者不及济, 不及与过皆师忠行, 故亨而不大, 用而不广, 急而不忠, 立真者, 以六二九五, 刚容皆正, 浮浅于坤, 儒家人之相, 内外正而未当, 故有守有位, 有位约立, 有守约真, 真本六二之中, 立达九五之正, 忠正不失, 此辈立真之德, 而可谓人道之机已, 出几者, 容得六二之中, 而邪于六四之外, 二四同宫, 在内卫时, 在外卫中, 且兼出九, 以刚在下, 有其本事, 静就于六二中正, 故出战己也, 而中上则乱者, 外卫刚得正, 而肩上六在上, 容已破之, 如大小祸, 虽有九五之正, 可应六二而相邪, 而阴阳极余上, 下律四二两容, 又如更, 更止也, 故约终止, 一也, 阳自初始, 而至上终, 终而非终, 中间以柔, 上帝于上六之音, 应皆先阳刚乃不得行其志, 而自止, 二也, 终止而不能正其外, 反与朝其真, 正则乱, 上六本昏仪阳之相, 而有龙战之贤, 为阳的正, 不至于战, 而上下之未编导, 刚柔之情交错, 内外之事真直, 深降之徒传悟, 故约乱, 言其以宇济济之定反言, 反于济济, 则成为济, 反于定, 则为乱, 则所谓中乱者, 十分上六柔在刚上言, 上位已吉, 刚用已穷, 故事曰, 其道穷也, 以阴御将, 而足于九五之阳, 阳御生, 而等于上六之阴, 阴阳之道皆穷, 遂不可负其济济之德, 这其安定之功义, 安定之反, 即为纷乱, 亨之反, 即为穷, 司祭祭反畏未尽, 旷中乎未尽, 元宇之同其情志, 所谓颠倒其上下而语, 祭祭六摇纲下柔上, 未继六摇纲下纲上, 亦纲亦柔, 相见则同, 故两卦刚柔皆相合, 何则不离, 不离则不大不久, 如风之为大者, 以其离而可远可恒也, 旧继刚柔定于其位, 以谣言为德, 以挂言则否, 为其二五正位同于否也, 为祭则二五正位同于太, 而中顾祭祭, 世祭祭者难交祭, 而为祭却亦交福, 顾团以哼小称祭祭, 以中万民其用益穷也, 相约, 水在火上, 祭祭, 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 宣圣讲义, 此祭祭相词, 名人道也, 砍上泥下, 水在火上之下, 水能灭火, 金在火上, 乃名寄计, 可见其非取水火之信, 而中水火之功, 水润下, 火焰上, 上下交际, 此其功也, 工业者, 有物以运沉之, 若果以水加火, 则火灭而水溢流, 江赫用灾, 故称在上者, 名其能尚于火之上, 而不溃流, 正如火封顶, 火在墓上而不燃, 火封井, 水在墓上而不燃, 乃各臣其用, 共治其功, 以其功用言, 顾名寄计, 彼之人心火甚水, 水生而果降, 则精神健旺, 血气何调, 反之则病, 而生理觉, 此济济之称, 以其能成一出而着其功用也, 既以公用为众, 则于人道, 亦以仇策为先, 事也物也, 有利则有害, 有福则有获, 欲达达成其功用, 必先去其害, 而取其利并其获, 而受其福, 则必守私而审律之, 何者可以免害而接收利, 何者可以疑惑而接畏福, 此君子于寄计, 以私患而预防之, 患之寄防, 则获害可明, 而公用私见, 此意由做事谋实之指, 预防之道, 重在能欲, 欲则利, 不欲则废, 雷的欲, 以祥其意, 私者愁之于是, 忌之于内, 以挂内有黎明之德, 外多坎显之为, 则可以先私而预防其患意, 水果者, 为力大, 为害亦不小, 为福多, 为货亦不少, 舍听之认知, 不遭灭顶之凶, 及蒙焚突之害, 不忧愧觉之患, 及有燎原之余, 适用之者, 为私其患而预防之, 则得其用而至其功, 渡其或而防其害, 此济济之人道, 如人沉舟济穿, 必防其轻腹也, 如实取或熟悟, 必防其焦灼也, 皆是先有以防之, 则再善于制度, 精于器具, 明其限量, 全其重轻之所谓也, 故水上火而不尽, 火下水而不灭者, 皆仁道善寄天之穷, 而成物之利, 利即可寄, 害亦莫加, 祸即可敏, 福意亦大, 此利与真并重, 以至其亨者也, 争者以之私, 利者物之利, 水火者, 生化之源, 善取于天时, 遇其物力, 则生化之功, 仁之德也, 君子以水火之患, 故欲防之, 既防患于未然, 自成功于无量力, 出九, 夜其轮, 如其味, 无九, 宣圣讲义, 此季既出九窑子也, 出九刚在下, 而卦以交际未用, 交际者, 利用水火之利, 而古时重税, 以陆地交通一夜, 出九未及水, 而又载路, 路行以车, 车必有轮, 以江济设也, 乃夜七轮, 而不乘车, 以以净水也, 人虽夜轮, 而车之尾已施, 明其志在济设, 不复计及车尾之如也, 推之今日, 则不读车有轮, 周亦有轮, 轮迹入水, 而夜之以行, 则如其味, 亦是所必至, 为者厚也, 莫烧也, 以在下而敬六二, 故有此词, 战无旧者, 为其志在济水, 则赫旧灾, 相约, 夜七轮, 亦无旧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瑶辞之一也, 以出酒在下, 得悲而尽水, 水滨泥则, 轮步良于转运, 乃夜之以行, 此以人力计时之用, 必得之害, 则其亦当无旧, 始于求计, 人以计为本, 誓之有计, 将赫旧孤, 地甘出酒勿用之时, 而急于用, 愿意有旧, 以其志于计, 何夫挂得, 顾免二, 出语四应, 一纲一容, 两相牵引, 顾有夜轮之欲, 六二, 赴丧祈福, 物竹, 其日得, 宣圣奖奖义, 此季季六二谣辞也, 六二内卦中谣, 昆之正位, 有如后非命负之尊, 故姚子以负丧其福称, 福者披伏下垂之事物, 或在手, 或在下, 或在车鱼, 皆所以避障于外, 物漏其体报, 以护其微于者, 如师敌福, 则车马之为, 命负以上皆有之, 付出而丧其福, 则以求祭, 而施其并也, 祭舍者下于沉舟, 因而施其福, 非就也, 以暂可勿用, 则施亦无害, 而六二在中, 居正位, 行中道, 如初入于朝廷, 往返于都市, 所率康徐, 所获中庭, 所指唐殿, 则虽有师, 亦不足追求, 而任可得, 为其庄严之地, 尊贵之事, 众目所示, 群下拥立, 则虽失之, 终可负得, 而其为其, 仁如负之数, 以七日来复, 天之道也, 七日者, 日时之所现, 数至七则负而, 而正话六二, 亦有丧辈物竹, 七日得之词, 再归出九, 则称丧马入竹自负, 是因魁有铃, 而众正义有内铃, 离间分离负利二亿, 则离者复合, 施者复得, 正则以阳之初复, 应于天心, 故地雷复一称七日, 盖正之术所复而, 既既而在中遥, 因离而仁复利, 则虽丧其事物, 不必追业, 七日自得, 昆安真之道, 立聘马之行, 是以既而有丧, 丧而复得, 虽应九五, 以刚相品, 而终不凯, 有限一限, 此丧福之由来也, 项约, 七日得, 以终道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姚慈之意也, 六二在终, 而得内正位, 终道不失, 吉辅于天心, 故称其日得, 凡有得失, 皆有所篇, 为中道至中至云, 无得无失, 六二以中道狠, 故失仁父得, 吉不成师也, 中道至今, 中道至今, 生弃天道, 至中至极, 万行所尊, 故失者仁德, 以其明天数儿之物之取来, 事之刚否也, 记者事无不记, 而中顾贵纪, 自六二时, 故坚贱得失之情, 以其为祭祭, 故七日父的所失, 不待追求也, 不待追求也, 人行中道, 众福其人, 择时得者亦必归之, 此中道之孝也, 九三, 高宗法鬼邦,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宣圣讲义, 此季季九三姚子也, 称高宗者, 此本商义归藏之旧, 五丁之号, 以一元无辞, 应相设辞, 而必验诸往事, 在高宗法鬼邦时, 不得此谣, 而所验者如此, 凡各挂所称仁者, 皆此立, 如名仪称姬子文王, 及姬子文王当补的名仪, 而克服其用也, 九三之用, 即可以高宗法鬼邦之事证明之, 鬼邦者, 朔邦之国, 显于匈奴之前身也, 以在北邦皆幽州, 寒冷暗昧之地, 如鬼邦, 如幽斗也, 九三离之上遥, 九三离之上遥, 接六四坎之下, 离敏而坎岸, 离高而坎下, 顾离之高宗法鬼邦, 游明功妹, 以高吉悲, 得记胜之, 利益过之而克之, 以三年者, 明法人之不义也, 三年未时已久, 虽中克之, 必有所欠于心, 则以其名于远, 或魅于尽, 攻其离, 或树其轻, 清净之臣, 或有小人颤烟, 故应克敌之迟迟, 而介于小人之勿用, 小人当国, 名下离心, 将何以伐人乌, 故高宗之武功, 必先审其文德, 称其圣敌, 必更差于用人, 小人勿用异语, 见诗上六瑶, 誓约恐乱邦也, 邦也者皆及群众, 上下一心之称, 严护相帮助也, 得道多助, 小人乱邦, 择散其众, 施其助, 寡助者自首上不足, 而欲罚人乌, 而欲罚人乌, 免王上有难, 而斯克敌乌, 故诗卦以诗的众位用, 中介勿用, 小人九三之词, 异语统治, 相约, 三年克之, 备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辞之意也, 以虽圣敌, 而迟至三年, 则劳施伤财, 国之上下皆贫于奔利, 是其贝可知义, 九三众刚失忠, 以饼干替若利之戒, 今乃以兵法义, 贪功而望其名, 则虽克之, 亦无足取, 此谣辞为之, 深井后世穷兵独武者, 高宗英明之主, 尚有此诗, 则以其动于小人怂恿, 而不免有好大喜功之贤, 故姚辞生以小人误录, 时欲警戒之指, 圣身窃语, 刚而自用, 其害不免余晖, 为圣之余使, 先名察于佣人, 无亲信于耳言, 私可预防其患, 故相辞特以私患预防, 是人道大择焉, 六四, 如其一如, 终日解, 宣圣奖奖义, 宣圣奖义, 此记记六四遥此也, 愿如其二字, 物位如有, 以改正知, 凡记记各疗, 以记社会智, 而刚在将设之际, 柔当正计之时, 以一高一下, 一干一如, 足以别之, 六四有九三之求记, 而即涉水, 岁如其一如, 如者今也, 依之下垂者, 亦与福亦尽似, 以其记设而失之, 是亦记之师也, 然至在记, 则不得为依如之如, 欲试公之臣, 则必怀戒惧之念, 故以记设之险, 进行之间, 则不得不终日戒备, 以防有失, 在平时, 或遭过赦灭顶之祸, 当荣誓, 或蒙诗或渔诗之凶, 此所以必戒甚恐惧, 而终日黄黄也, 终日者, 亦如甘九三招前戚辟弱力, 不敢少待, 则可见记之不亦攻之难成也, 六四坎之下, 未显现之时, 由九三至六四, 正如由高下于渊, 由暗入于水, 既如其依如矣, 则可知前途之艰难, 是终日戒备, 时事所获, 时未所为也, 项约, 项约, 终日戒, 有所依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谣词之一也, 六四九三, 本福交太中谣之相, 而未继继交际之书, 或败过程, 皆细此二谣, 故意此于九三, 则以背景之, 六四则以移聚之, 未六四上进九五, 下应出九, 刚以相加, 而得九三, 内宁相邪, 家则有余, 邪则可见, 九三之辈, 由于过刚而屠成, 六四之仪, 由于为民而淡静, 故如其依如, 以其其未喜之情, 而显祖在前, 更生其戒惧之念, 此以一柔家两纲中, 而身当坎线之力, 故有所惧, 以其相破, 虽有光明之望, 而有显现之忧也, 九五, 东灵杀牛, 不如西灵之月记, 实受祈福, 宣圣讲义, 此祭祭九五窑子也, 东西灵者, 即指六四上六两窑, 四在下西也, 上在前东也, 而窑居全卦正位, 外卦中窑, 刚以主阵, 君灵天下之相, 以前后卫龙, 成阳县于阴之坎, 坎之主摇, 一吉在子, 左雾右盼, 各有其心, 阳身阴降, 各亦祈祷, 此窑子以东西灵之意去欲, 不必时有之也, 太语小处, 皆称灵, 灵者静也, 太上下交态, 不见以福, 祭祭水火交际, 实受祈福, 世相泪也, 燃九五果何从乎, 东灵沙牛, 亦未静也, 而西灵则月记, 而不以沙牛撑者, 春月替, 夏月月, 四时之计, 以月当下令, 万物翻玉之时, 农耕黄牢之日, 择其为记, 亦在其年, 而非享福, 沙宇深百, 杀者丘令, 秋冬残杀, 万物凋敝, 其记也, 未报德, 即即未事功之臣, 故宜重报德之典, 而九五未明物之载, 应先众其年之仪, 此见东灵之沙牛, 不如西灵之月记, 时寿福以, 以挂内未明, 夏月之令, 外卫坎, 东日之时, 水火各有其功, 离九字意齐去, 九五顾坎主摇, 而饼干之震, 则已同于灵之德, 离后天待前也, 若在六二, 则同情于东灵, 此护用之义, 即交际之功, 故能时受其福, 相约, 东灵沙牛, 不如西灵之时也, 时寿其福, 即大来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瑶辞之义也, 以沙牛非不丰费, 而不如月记之德时, 时之所宜, 即天之所宜, 故时受其福, 为即庆大来之战, 此与炭辞出极相应, 出极固止内卦之灵, 有文明之德, 光辉之美, 而九五下同于灵, 以臣其佑, 即所谓即者, 直至九五之, 上未来, 下未往, 来与往映, 以臣出极之战, 故约即大来也, 上六, 如其手, 立, 宣圣讲义, 此记记上六瑶辞也, 上六拳挂之中, 既用之穷, 而在中复之外, 虽与九三亿, 而居高无畏, 应顺楼已降, 而隔于九五之刚, 在上而食荒, 为虫而行降, 故约如其手, 守卫体最高, 而如则坠于冤已, 此与明仪上六出登于天, 后入于的相似, 又与大过上六过赦灭顶大同, 为其肩柔在上, 而行尸中也, 柔在纲外, 不得顺臣之道, 应居高崇, 乃又一阳之为, 故如其手而立, 立者为也, 果能之为而退, 见力而聚, 上眼于胸, 顾摇慈不云及凶, 而以立自视其为乱, 此团所谓中指责乱者也, 相约, 如其手力, 何可久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摇慈之意也, 以上六计痛大过之过赦, 而如其手而如其手以临余为, 则既既之用比穷, 穷则必变, 变则法成为继, 事既既之时为已失, 则欲记者何能久乎, 柔主大宗, 水行论下, 下而不可复制, 则上亦不可久持, 明以, 旷以如其手, 则身已无余, 屡余为, 则情安可久, 此季既之道已终, 而交际之功不在, 故团已出及中乱, 事权卦之用, 亦以其不可久也, 定于其位者, 贵常而未辨, 寄于其行者, 众亨而患穷, 上六穷变之时, 宜其不能久矣, 为计划凯下离上, 宣圣讲义, 为计之意, 引荐记记挂, 记为计往来, 时有共通之用, 颠倒则记记及为计, 为计及记记, 一也, 自二摇以上反誓出摇, 则记记亦成未记, 未记亦成记记, 二也, 以终摇言, 记记反复成未记, 未记反复成记记, 三也, 盖记未记之差异间而, 而两卦之分, 宜在水果故意其上下, 宜在中摇三四, 伏于更者未记记, 一同于太, 即九三六四事也, 若伏于正春, 未未记, 一同于否, 即六三九四事也, 正更往来, 太否反类, 是皆以三四摇位判, 刚在下, 柔在上, 则福于道, 则在前, 柔在后, 则魁于时, 此记未记, 两者之意, 全以三四摇位众, 而记记九三六四, 恰成奇迹, 以身降相通, 外内交合也, 外内交合也, 魏记六三九四, 乃成不济, 以水果被池, 上下力道也, 故于三四摇子也, 这其用焉, 而魏记六三, 由名称魏记真凶, 可见记与否者, 即在中条刚柔交否未断, 传称记记定也, 定则亦穷, 物不可穷, 故以魏记忠, 言忠而不敬, 忠而复始, 天之道也, 又魏记, 难之穷也, 与龟魅魏女之中相比, 甘气穷于魏记, 昆德中于魏魅, 杨以魏记忠, 儿人返于前也, 杨包万有, 故中意始终以杨为主, 此魏记之穷, 食杨道之中, 生化之金, 发于杨, 杨尽则生化绝, 而又阴在, 人可言其器而呆其父, 如东至一阳来复事也, 阳包于山地包, 而静于昆, 英穷于则天觉, 而静于钱, 二者相应, 魏记应于包, 归魅应于诀, 此二卦者, 虽忠其一, 仁序其一, 则忠而又始, 故魏记穷而不忠穷, 亦游归魅也, 看反在离下, 仰反在阴上, 如天地否, 誓约魏记, 而就二六五, 交易乾坤之证, 则又同于态, 且中物济记, 誓虽名魏记, 仁又记也, 三阳三一, 坚行而相应, 故魏记穷而仍亨, 不过亨于内, 穷于外, 待时而后富而, 魏记, 亨, 小福气记, 如其味, 真凶, 无忧力, 宣圣讲义, 此魏记团此也, 亨下小字亦略起义, 以味济时之穷, 虽亨于内而不大, 亦如济济, 小福者, 称济之关于物, 非人非处, 而未受, 而未受, 受以无罪敏捷绝诈, 利用时之悲, 如人类之小人, 小福者, 妙儿之词, 游诗已有无随之, 欲男子之轻挑者, 胡善不过, 俗称狐媚, 未济男之穷, 不安其家, 不得其品, 亦如胡之媚女以求和, 故称小胡, 言其情正胜, 欲正事, 不安于分, 而思遂其所徒儿, 弃这几基业, 欲济而未济, 亦乃于济, 故曰弃济, 以其不字减数, 而如其味, 亦如济济出酒, 未业于浅, 而望其后, 如诗之狼拔, 名于远而不顾其敬也, 此句下托真凶二字, 真凶者, 未得济, 将喝网乎, 济如其味, 事情之不利, 不独不利, 且有凶, 不独真凶, 且无忧力, 严凡行动皆不宜也, 此与归类断同, 皆穷而我所往之意, 故曰小福气济, 独阳孤阴, 不得有成, 不和不厚, 不得有生, 生辰之绝, 立即何来, 此味济之亨小儿逢天时也, 四得仅仅仅仅仅仅之辈力真, 则以其施味, 无可守, 即无可畏耳, 断约, 未济亨, 柔得中也, 小福气济, 未出中也, 即其味, 真凶无忧力, 不续中也, 虽不当位, 刚容应也, 宣圣奖励, 此生是团瓷之一也, 未济应不得亨, 而称亨者, 柔得中也, 言二五居中正之位, 而福于态, 交济之功, 渴望中不济济, 其名正也, 小福气济者, 以坎位无相, 而在内居显现中, 虽欲出已旧灵之光明, 却足于中摇三四之师党, 中摇六三九四同于否, 否赛不通, 则坎现者不出, 顾己于记, 而不得记, 虽有狐之志, 亦不能用其记, 如其伟者, 呼及求记, 不惜其伟也, 真凶无忧力者, 以为记中而思再序, 经挂用诗交济济之道, 事不克序, 而权益已中, 亦有交易之意, 既不得交, 将谁与意, 此位既不序中, 而战争凶无忧力, 呼及及于记, 而如其伟, 事亦不序中之相, 为果的记, 则免如伟之久, 经如伟, 事不克记, 则为顺其中, 而无望其序, 此句实包权亦大中于位记之指, 虽在天道中而有识, 而在义数, 中不复序, 此名义道与天道, 时又义同, 用有分别, 义重交易, 不交不易, 何以序哉, 此位既为难之中, 六十四卦至此不复序语, 为记刚容故失, 恰于记记反, 记记皆当位, 容与刚皆定于其位, 丝毫不差, 事记记之福于十位也, 而为记容与刚错居其位, 皆不得当, 则为不服于十位者, 义重十位, 而自二至五有要, 为记至上九十称有福, 则以其便也, 便而后当位, 故以福称, 然六瑶虽不当位, 而义刚义柔, 仁如记记, 交相位义, 且以二五正位, 由得其应, 虽立于乾坤之阵, 却斜于交太之情, 故替约刚柔应也, 应则有何, 何则可记, 是以颠倒人为记记, 以亿亦成记记, 而中不恰是记记, 则为记者一时之行, 而记记有其其, 为记辩而记, 风飞中者有序乎, 故全卦称亨, 明柔果顺风刚, 昆果尘于乾, 则深深不穷之道, 与天地痛不尽, 相曰, 火在水上, 为记, 居子以圣便物居方, 宣圣讲义, 此为记相词, 明人道也, 砍下离上, 火在水上之相, 火沿上而水润下, 上下背持, 身降越远, 故名未记, 以不得交际也, 如祖于穿者, 无周及以记设之, 则相望一方, 不可交合, 此有侃与离不交, 而见其不能记也, 而君子则以仁道是其用焉, 仁道在中谣三四, 前所谓太与否, 天道也, 所谓更与正, 责任道也, 更九三六四与太同, 正六三九四与否类, 此位既予正义, 而既既予更邪也, 更知相词曰, 私不出位, 顾既既以私患欲方未训, 正知相词曰, 恐惧修审, 顾未既以圣便物居方未言, 圣即恐惧之意, 便即请察之功, 再同仁相词曰, 君子以类族便物, 再恒之相词曰, 君子以利不义方, 则胜于便物者, 由同仁之友资于黎明也, 而胜于君方者, 由恒之友见于震动也, 资于黎明则便物, 而知其情性, 别其好物, 鉴于震动则之方, 而以其行之, 审其出处, 此圣以行之, 不应为记而施其正业, 为记原乖于正位, 而人道则以记实之穷位先, 为记原施于交合, 而人道则则其物方, 而顺意其辩位本, 故穷与辩者天道, 而辩物居方, 则人道也, 辩物有格物, 居方有知指, 物之不齐, 不可混同为义, 方知各异, 不可施其所宜, 砍居北而明在南, 此方也, 水就下而果腾上, 此物也, 辩而明其性, 则得其功, 居而于其力, 则成其力, 为记之人道, 在圣封天时, 别封地利, 名乎悟性, 则乎方疑, 虽畏计而不忘记, 或反以求之, 或顺以智之, 或以意以迁就之, 或投意以计平之, 皆君子之所上也, 以时之畏计, 数之当中, 则不得苟烟以行, 冒烟以止, 此贵再圣, 人本正之用也, 故九四姚称正用法轨方, 即可见位既有取于正, 与既既之称中指则乱, 有取于更指者相应也, 初六, 如其位, 令, 宣圣讲义, 此位既出六摇此也, 如其位, 与断此同, 又与既既出酒有相通之义, 皆以既而如位, 事不得济而涉水与绿险, 已在初调物用之时, 则所施者笑, 仅如其位, 仅如其尾尾尔, 然既既刚在下, 虽如而非入水, 故无久, 未既则以柔在下, 使以在水之下, 既献于水, 已如团所谓不出舟, 献而难出, 如而莫记, 故占令, 令者行之之词, 行之不当, 所受损失非其分, 所是祸害出于意外者, 皆令也, 令游色也, 明知有限而故赦之, 是自色也, 令于财物约令, 令于闻见约色, 未所见之不广, 闻之不多, 如令色其财物, 而不肯大其得, 后其失也, 如伪之令, 是自色也, 自色者, 智之不足, 识之不增, 徒顾目前, 而于身后, 乃如无知己记, 而如其尾也, 相约, 如其尾, 义部之圣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谣辞之意也, 原文圣额作极, 知去生, 金刚作枝, 亦不言至, 以显人葬用, 用极致也, 而至未济出六, 使有不治之词, 可见至在内, 至终始见, 未济中意, 乃以至称, 不治者施其用, 未济用之穷, 故以不致明其不可再用义, 如其尾, 由于自望其身, 望其身者, 不治以甚, 是知善望者, 莫过于望其身, 喜宅望期, 由不及也, 不治而尽望其身, 即中庸所谓人间约余智, 屈而纳诸古获陷阱之中, 而末之之必也, 出六侃之下, 正入于侃淡之下, 一己古惑陷阱, 如胡但求记, 而近入之, 岂非不治之甚者乌, 胡本多治, 今乃望生, 则治之不足事也名义, 故义众藏志, 为圣人垂教生意, 九二, 叶齐伦, 征集, 宣圣讲义, 此位记九二遥子也, 九二内中位, 刚屡柔正, 以阳界于阴, 得高于左右, 故与记记出九慈童, 记记出谣, 一阳也, 而谣此分座位记出二谣, 可见记记之用谓广, 阳能包一, 刚能且柔, 传约, 柔之为道, 不利于远, 未记柔甚, 故遥用不及记记, 而凡未记刚遥, 此多与记记同, 足名毅力重阳之指, 九二刚在中遥, 如路之岸然, 游出至耳, 出游水登陆, 路乃行车, 故业其轮, 而战真几者, 以外印六五, 柔之中, 刚之正, 本昆安征之德, 乃福远吉之行, 其意义重在记, 以权挂位位记, 而九二六五, 则福于记, 为其福于太也, 且中物记记, 自二至五, 九二位记之始, 正与记记出九同, 相约, 九二真吉, 终以行正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慈之意也, 言未忌断无力真, 而姚慈约真吉者, 以二五相应, 原居中而昆吕正, 九二得忠, 二五得正, 九二之用, 乃本忠得以行正道, 故战真吉, 虽兼于三四, 却邪位时之中正, 又受有位, 不失其中, 不备余正, 此柄甘得失普及, 而成昏文明在中之道也, 六三, 未记真凶, 不利涉大川, 宣圣讲义, 此未记六三谣此也, 原本历上托一部字, 三四两谣, 关于记否之枢柳, 记未记之别, 即是三四刚柔交否, 九三六四浮于太于更, 则交记六三九四浮于否与正, 则不记, 未记称名, 亦由六三谣, 谣此明月未记真凶, 记不得记, 将贺罔乎, 此与吞词同意, 行间水路, 六三有砍线之力, 在水之中, 则欲记之不能, 将何以涉哉, 故曰不利涉大川, 眼浅流可接, 霞水可跃, 虽无济水周极, 上免沉默之哉, 若在大川, 则无道可记, 苟强记焉, 其害不止如为, 其中必至灭顶, 此次民主于其显, 以借后知求记者, 相约, 未记真凶, 未不当也, 宣圣讲义, 此身是谣词之意也, 六三之凶, 故游三四两谣, 刚柔背道, 身降温食, 而亦以柔吕刚位, 应成余阳, 且三多凶, 五多公, 一支大利, 刚摇刚位则吉, 柔摇刚位则凶, 三五皆刚位, 故传约其柔为, 其刚甚焉, 而不当者, 故以三非正位, 亦坚谣不当言, 则指六三九四, 刚柔乖离, 与否同类, 与记记反, 上下不交, 内外不合, 将贺记乎, 此摇称会记真凶也, 九四, 真即悔亡, 正用法鬼邦, 三年有赏于大国, 宣圣讲义, 此位记九四摇此也, 九四在外, 灵之时, 而当中户记记之坎中, 有灵明之德, 出坎现之时, 坎现在内, 出至四摇, 以为灵, 而摇刚, 刚以御柔, 虽不当位, 却胜于荣, 有其至远之功, 得其救阵之道, 以二四同功, 故约征及悔王, 内征外徽, 九四六五之征吉, 皆以来救九二而得战之, 九二征吉, 其本也, 四五征吉, 其用也, 征吉者, 守正不施而得吉, 慧王者, 所行有功而慧王, 慧之不存, 及至之以遂, 未济至在济, 九四果济, 则与祭祭九三同, 将六摇顺序外推, 自二摇十至九四, 及祭祭九三一也, 将挂颠倒, 自上摇十, 至九四, 一及祭祭九三, 二也, 故九四摇子与祭祭九三大同, 祭祭顺以至之, 故称高宗, 以同于梗, 更为山, 崇高之相, 高宗虽人, 而此亦间崇高, 亦此皆举于盖于, 不可逆也, 至位祭九四, 则同于正, 正义一阳起余下, 其事猛, 其制造, 九四有尽之, 故约正用法鬼方, 在六五正位之下, 不得称王, 由戴舍之相, 伏僻之载, 而以纲瑶在上, 亦有领于王者之尊, 盖传约, 帝出乎正, 又约正位长南, 主弃者莫如长子, 是九四体正之用, 如主君兼国之相, 故能主真拔, 思绝赏, 带天子之命, 涉九五之正业, 发贵方三年, 意见祭祭, 而论功行赏, 得大国之风, 捧毛剑土, 伏剑侯之相, 此与屯师两卦之用相应, 既既既有福于师, 九三约小人勿用, 未既有泪于臀, 九四约赏于大国, 此刻何参者也, 以九四界于三五中, 如建国之侯功, 虽非正位, 意境之矣, 三年而后赏, 一族建功之大, 劳之志, 功茂之赏, 为王者祭食之比, 成功之恒, 九四代用之, 此所以战真即毁王也, 相约, 真即毁王, 智行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词之意也, 记记中故未记, 行多奸, 智难达, 故有悖也之词, 未记中故记记, 则退可守, 静有功, 故有智行之事, 智行者, 言记智于行, 而复见其行也, 智于行者, 九四之情, 智过行者, 九四之德, 以其发于中而达于外, 出于献而登于名, 高明在前, 功业已大, 此一战真即毁王也, 六五真吉, 无悔, 君子之光, 有福, 即, 宣圣讲义, 此位记六五摇子也, 六五全挂正位, 而容吕刚, 的九二之意, 故意战真吉, 而约无悔, 九四约毁王, 此约无悔, 九四非正位, 故毁王犹命, 六五当尊严之时, 故无悔犹己, 焉索心无可毁业, 誓之成败, 行之公罪, 皆自己出, 将赫毁灾, 而六五善自卑迁, 以救下九二, 本昏顺臣之德, 有利闻名之行, 则福于千之千尊而光, 一级昆六五文在终也之下, 赌时而有光辉, 文明而邪中正, 故曰君子之光, 有福吉, 有福者, 一纸二五交福, 刚柔相应, 一纸乾坤和德, 渐顺皆真, 而又以六五离之中遥, 两阳加一阴, 有类于中福, 中福上下四阳中加两阴, 为名之大象, 为记六五, 有类中福, 故约有福, 上九有福, 义本此义, 而为记缘有不福, 经济有福, 世将有记, 故战及, 相约, 君子之光, 其辉及也, 宣圣, 宣圣讲义, 此身是姚慈之意也, 六五容领尊位, 自卑而尊人, 福于千尊而光, 卑而不可孕于, 君子也知意, 故称君子之光, 君子以德言, 王以魏言, 六五不称其位, 独称其德, 德如日之灰, 如火之明, 如新月之朗, 如灯竹之光, 兼灵之相, 六五灵之中遥, 如约之灰, 灰及余物, 天下同庆, 如春日如温, 秋月之明, 天下同辈, 万物同瞻, 故约有福及, 福乃及, 记记约及大来, 亦与此同, 即则免凶, 未记真凶, 六五与九二九四皆真吉, 可见未记之时, 行则凶, 守则吉, 以不得记, 唯有退而自首, 如更六二, 不正其随, 其心不快, 室约, 未退听也, 果能退而听于天命, 何不快哉, 此未记之穷, 果能退听已呆时, 则亦可序, 序则不忠穷义, 上酒, 有福于饮酒, 如其手, 无酒, 有福失事, 宣圣讲义, 此未记上酒窑此也, 无酒二字, 应在如其手下, 悟在其上, 以改正之, 上酒穷当变, 便则反于全挂之用, 故未记反未福, 而如伪者至如其手, 有福于饮酒者, 离砍往来, 未用一相饮, 砍水在上则酒也, 饮水者, 便未饮酒, 饮铜水酒意, 再砍卦一约遵酒, 向约饮食宴乐, 是饮酒之相, 有砍见之, 上酒之用, 虽未记之可齐, 而遥味已疾, 则亦如日则之离, 孤饮酒艳乐, 饮涂一时之快, 离所谓不补缝而歌, 则大蝶之皆凶, 此妖此已有福者已酒未用, 可见其味已至, 其时已穷, 无可作为, 亦为沉免罪梦而已, 过贪饮, 遂至如其手, 饮而如手, 又与求既既设而如者不同, 已在上亿称手, 则与既既上六如其手, 相类似, 但既既既已涉水而如, 此则已饮酒而如, 如同而所以如不同, 既涉之如, 敬之过也, 饮酒之如, 饮酒之中已饮酒, 饮而中已如手, 是天道之穷, 人道之坏, 将谁救灾, 故约无酒, 言无可救也, 六五无悔, 以名悔之自我, 上酒不酒, 更明旧之在人, 人之不脏, 事之不济, 则虽有福, 亦兮未在, 而亦之道, 上荡遍也, 故中之约有福失事, 此与未全义词之中, 包拳挂瑶用之盖义, 今为生挂, 人不义之, 而上酒两称有福, 游有治理, 盖前昏未义之门, 坎离未义之药, 上经终于坎离, 而离载后, 下经终于继未继, 而未继再诺, 此义人获知之, 圣人之心, 与天地同济, 天地不敬, 乾坤不亡, 看离义不竭, 则看与离交何之, 既未继义有不分, 谁或二者, 无时可无之, 日月二者, 无的能亡之, 则未继虽中不终, 虽穷不穷, 不终必有生, 不穷必有成, 生成之功, 自何何来, 此必有福而后继其未继, 福于所生福也, 福于所成, 福也, 故两称有福, 生者前与坤, 天与地, 称者坎与离, 睡与祸, 此前之福, 福于乾坤, 后之福, 福于坎离, 即亦福于天道, 亦福于人道, 坎离人道, 离合则见于未寄济, 寄济何以, 未寄离之灵则离合, 则贵在福, 福则非离而为何, 非未尽而人尽尽, 故冤有福失事, 是自有此自, 只未寄卦可, 只道之穷可, 只义之中可, 既有福则失之语, 施未寄则反得尽, 诗穷反通, 诗中反试, 此事也, 即由自事而始之意, 古事与始同意, 其意亦通, 故诗事及诗词, 而中又始也, 唯在上九之用, 诗中穷义, 中穷者, 顾见其沉醉于酒, 将无知也, 无畏也, 是天地且浑沦, 人物同草类里, 则其卑鄙之中, 道之穷乎, 故言义者, 须于遥相求之, 项约, 赢酒如首, 义不知节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也, 盖圣人名义设词, 再令人道, 任不知节, 则不服天时之中穷, 所谓人道, 再尽人以顺天, 果尽人事, 安能成免荒淫而无节乎, 任不知节, 乃为顺时之穷, 义之中, 此一与时含无穷楷习之意, 节者节卦, 至也, 不知指者, 将贺行, 人而不知指, 其害其毒不计哉, 此道之贵指, 而福之贵之指, 劝卦以忠, 忠以知指之意, 极大福指于至善之道, 使以畏计反于更, 逐步知指, 更为人道, 反更者, 被人道以, 宗主书述, 畏计卦最后一语, 有福失事, 此四字, 实属权益终结之词, 非专属于未济上摇, 亦非属于未济于卦者, 此四字, 此陀佛于肝卦之用酒, 坤卦之用六, 两词相类, 用酒指全亦各阳阳之用, 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酒, 凡称酒者, 必味阳阳阳, 必分于肝之谣, 如初九吉肝之前龙悟用, 上九吉肝之抗龙有慧, 卦虽非前, 遥用不义, 故已用酒别之, 用酒有词, 即止其在各卦之酒, 其用仁富于前, 而未群龙无首之相, 已不在前, 故无首, 已为前遥, 故称龙, 以其非肝之前, 而用筒前, 则赴于肝之后也, 坤之用六亦如之, 各卦之因姚称六者, 如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皆用六, 皆坤姚之一, 出六吉坤之旅双兵至, 上六吉坤之龙占元皇, 以其非坤之坤而用筒坤, 则赴于坤之后也, 利永珍之词, 吉坤之词而略别于坤, 永珍未本, 非坤则渐渐其力, 此利永珍亦用六之词, 而畏各阴谣之用也, 畏济之有福诗事, 亦与用九用六同力, 以非畏济, 而同于畏济儿, 畏济为六十四卦之中, 中于上九, 而有福诗事, 即自上九之中, 推至权益之中, 此所谓中之志也, 而约有福者, 中而不中, 绝而不绝, 虽未尽而有福也, 有福, 有何也, 中福之义, 因在阳中, 未继之上, 阳在阴外, 是反也, 而义之道, 不忍其反, 中始之福, 未反者数, 而福者道也, 道不辨, 数亦以此反而福, 辩而常也, 辩不失其常, 则与天地统计, 乾坤不辉, 则亦之门不永存, 亦道不改, 则物之力即可望, 此以为敬而终于有福也, 失事者, 失其正也, 失其本时也, 事者自事时, 自上为日, 下为正, 日正天中, 如日正午, 日午则光无不悖, 得无不达, 而失之者, 则非东即西, 非生即落, 亦以顺便未用, 便与正反, 失正者失常, 失常者不久, 顾未继者不可久, 而继则得其正义, 亦挂以二无畏中, 久无畏正, 未继原师其正, 上九又非其位, 此诗逝者, 上九之德, 未继之债, 而推之权益, 则恰成便利, 便利者, 由动见之, 未继一动, 则便于继继, 此上九一便, 而降为九五, 刚又浮于正义, 上便为五, 偏便为正, 则中便非中, 绝便不绝, 此因谣之进退, 观乎权益之正辩, 浮于正辩, 已旧于正, 其图书而归痛也, 又是未始, 故因痛也, 失始者, 失甘之用, 甘之大使, 未继者, 难之穷, 急甘之中, 失甘之始, 而妄于昆之中, 则未继者, 转以继, 继于抚养以旧因, 反刚以为柔也, 谁或物意其味, 则失甘者百得之, 养者天下之至情者, 见者天下之至强者, 未继外扬内因, 弃见旧顺, 此诗事之由来, 而全意则以其诗, 反成其德, 正如大过反位中服, 小过反位于, 应反主于内, 则扬克于外, 世诗事者, 转得是语, 世自时为义自遍体, 义上未日, 与世自同, 下未悟, 与正自尽, 悟者悟也, 属因, 古传如月字, 正自圆间日月言, 凡中天者皆正也, 义直谓正, 指于义也, 而凯书作品, 匹同匹, 匹配也, 物之身也必有其品, 月之明也必应于日, 世自间日月之明, 和阴阳已正, 此机劝亦守于乾坤, 下经始于闲恒之一也, 闲者善改, 月之明也, 必改于日, 恒者不变, 日之行也, 永守情长, 故日未恒心, 月以夜明, 两者匹配, 而是剑焉, 物字是生, 用字是成, 有义则有品, 有生则有何, 此生与成, 不得外品何之道, 成日月之行也, 即未继者, 离未日, 而坎未月, 继继坎在上, 未正下有日, 未继离在上未日, 下有正, 故事自未继之相, 而失事, 则返于继继, 失始而有终, 此昆道也, 昆仙于前, 则得天态, 此有福失事, 即将交太义, 未尽而易以态, 岂非天地生生不离, 息息相通之道乌, 故以此四字自便全意, 为此致生远逾, 有福失事, 不及之地 arriver, 优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